话说曹操带着败兵逃跑 来到一个地方 见到这里的地势险耀 山又高时,树木又多 曹操突然仰面朝天,哈哈大笑起来 旁边几个将官觉得非常奇怪 就问他说 丞相,有什么事这么好笑 哈哈哈哈,我不是笑什么 我就是笑周瑜,朱葛亮武智谋 如果是我用兵 如先在这里埋伏定一只军马 那还有什么办法 曹操话又未了 两边突然吞吞吞吞吞吞吞响战虎 附近的树木杂草合声着起火来 哇,怕得曹操几乎跌落马 只见一支军队打横杀出来 当先一圆大将,高声大叫 我赵子龙奉军司将领 在这等你很久了 哎呀,糟了糟了 曹操叫徐访张俠二打一 一顶着赵允,自己拼命变一只马 无烟突火,奪路狂奔 赵子龙也不去追 一尾矫获刀枪其次就算了 因此曹操就走掉了 曹操又逃跑了一段路程 这个时候,天色已经有点光光了 不光满天乌云,好像跌到落地 东南风还没停 没多久,发现下几樱盆大雨 就淋到曹操他们衣服批夹 什么都湿了 先头就消远,现在就淋雨 好像过冷河一样 不过逃命要紧,淋就淋 一直淋着雨赶路 昨晚打了一晚,一直没吃过东西 每个人都肚饿了 曹操就叫兵去附近的村落 抢些粮食 找些火种就在那里挟挟挟挟挟 正说要搭做煮饭 突然后面有一支军队追着来 曹操心慌了 不敢停留了,一直向前跑 等到后面的兵马渐渐追近了 才认出原来是李典、许柱 保护着那些谋士文官来到 曹操就满心欢利了 事关这些人是他的智囊团 他就问那些人 前面的路去哪里 启品丞相,前面有两条路 一条是南二宁大路 一条是北二宁山路 由哪条路去南郡江陵近些呢 那便由南二宁经湖路口去最近了 好,那便走南二宁大路了 那便走 走呀走呀走呀走到湖路口了 不过呢,那些人也饿得很教官了 很多人饿得走路 那些马亦发远提了 就这样便滚在路边也不知多少 曹操见到这样 就下令在前面休息一下 找些东西来吃饱肚子再走 那些军事就四围去那些村落 抢些粮食呀大锅呀 在山边找些干爽一点的地方 搭造煮饭 又刀了几匹走不动的马 过些马肉烏来吃 这个时候呢 雨就已经停了 个个都脱了湿衫 浪在那些树枝树 那些马都射了龙头马鞍 放他们去吃草 人要吃,马也要吃的嘛 曹操在几棵树下面坐下 等吃饭 突然间 他担高头 嘎嘎嘎嘎嘎 又是放声大笑起来 坐在他旁边的人就问他 丞相呀 你先头笑周瑜、朱葛亮 结果笑出赵子龙禮 損失了那么多人马 现在为什么又笑呀 哈哈哈哈 我是笑周瑜和周瑜 究竟都是知谋不足呀 哈哈 如果是我用兵 就在这个地方 也埋伏定一标人马 二日代佬 那么我们纵然逃脱的命 都要重伤的啦 他们这样也想不到 所以我笑他们而已 正在那里说一说 突然间 前军后军一齐喊起来 说敌军杀来了 放火啦 那么 嚇得曹操死死下 盔甲都不着 即刻上马 那些军兵 很多都来不及收马 拼命就丢了 曹操跑了没几多步 四周围的火呢 已经烧到含含声了 而且在山口那树 出现了一支军队 为首一圆大将 乃是燕仁张亦得 只见张飞骑在马上 打横握着那支杖八蛇帽 大声地喊 曹操老财 你还夹得他贬书 哇 死了 这人一定没命 那帮兵兵将将 见到是张飞 个个都胆寒 当时许柱骑着一匹光身无安马 第一个冲上前和张飞拼命 接着张鸟除访两个亦都纵马上前来夹工 两边的人马打了一堆雷 混战一场 曹操趁着这个机会 变成抹袖 其他的将官各自跟着曹操逃命 许柱将辽除访他们 顶住了一阵 掩护曹操逃跑之后 就虚防一枪 也跟着走人 张飞咬着尾追了一轮 就收兵退走 曹操一路 曹操一路摔啊摔啊 等到听不到追兵的声音 这才稍微松开口气 放慢一点 马 他回过头来看一看 只见他手下的将领 很多都负了伤 兵士又损失了大半 而且没有过去衣夹齐全的 又走了很久了 有两个在前面探路的军事 翻转来请示曹操了 溪斌丞相 前面有两条路 都可以去得南郡的 请问丞相要走哪条路啊 哪条路近啊 大路比较平坦 至远五十几里 小路要经过华庸岛 近五十几里 不过这条路呢 又窄又崎嶇 不是怎么走 曹操很细心啊 他立即派人上山 瞭望一下 先探听一下情况 过了一阵 那些人回复说 在小路的山边 看到几个地方有烟起 但是大路就没有什么动静 曹操定神想了 想着就下令走小路 那帮将军想不通了 他们问 丞相 有烟起的地方 必定是有军马埋伏的 为什么丞相反而要走这条路呢 你们不知道吗 兵书都有话了嘛 虚则实之 实则虚之 朱葛亮好多计的 他就叫人在那些偏僻小路那些 少点烟 想吓我们 不敢运这条山路走 他就在大路埋伏定人马等我们 我看穿了他 偏偏不上他的当 大家都说 哎呀 成相神机妙算 真是无人及得上啊 于是曹操就带兵走华庸道小路了嘛 这阵子啊 所有的官兵都饿得远了 马亦极到疲乏 那些伤兵 中箭的 熬了刀枪的 烧箱的 焦头烂颜 毒着滋滚 勉勉强强地走 这些军旗又烂又骯髒 盔甲是有一件没一件 那些马匹大部分是没有马鞍的 事关在南怡陵路上啊 就被张飞打到荒晒 衣服盔甲很多都丢下了 现在又是农冬严寒的时候 又冷 又饿 又痛 那种苦处真是说不出了 那条小老鼠一步一步的捱 走走走 前面的人停住不走 曹操就派人去前面问一下 为何不走呢 那些人回来报告说 啟稳丞相 前面的山路越来越窄 今早又下雨 路面有很多烂泥淌 绝绝了 那些马脚梦不出来 没有法子走得动啊 咦 军队行军 就是要逢山开路 如水甲桥 路难就不能走吗 真是豈有此理 曹操很生气 他下令要那些辅助商和老弱的兵士 留在后面慢慢走 所有强壮的士兵 都去斩树 丹泥 割草 去填毫铺路 立即行动 遗令者斩 那些兵士就快速落马 就在路边附近 斩树的斩树 丹泥的丹泥 就铺好一条路了 曹操最担心后面还有敌军追来 所以又命令将了 许柱 取柱 除访 带着百多个马军 每个都拿着一把大刀 凡是见到哪个做事做得慢的 就马上就撒头 初初 大家见到真的斩了几个手脚慢的人 也有点害怕 后来做一做一做 确实又冷又饿又累了 没法定得住 很多人就这样躲在地上 曹操不理那么多 喝着指挥的人马 就这样踩过去 踩死就算 都不知死了多少人 那些人就哭了 那些人一路上 哭声 呼天抢地 曹操发大火了 他骂那些人说 死生都是命中注定的 有什么好哭 谁敢再哭 立即斩头 就是通过这条山路 曹操的人马 三分之一就跺了尾 三分之一就死了填了山坑 只有三分之一跟着他 过了这条险路 前面的路稍微平坦些 曹操反过来看看 这个时候只有三百多人跟着尾 没有一个是盔甲衣服齐全的 所有的将官都说了 承相呀 那些马匹都走不动了 可不可以休息一下才走呢 曹操说了 趕到去荆州才休息都不迟 那便走 又走了 又走了几里路 曹操马上举起一条马 那边忽然间又大笑起来 那些人就问他了 承相又笑什么呀 嘿嘿 人人都说周如诸葛亮足智多谋 照我来看呀 他们到底是无能之背车 如果在这村埋伏一支人马 我们就唯有束手就琴啦 曹操话口未远 只听见咚一声跑响 哇哼 五百名教都手突然在两边出现 为首一元大掌 手提青龙刀 骑着赤铬马乃是关云场呀 曹操的兵将见到呀 拍散云飞 登大双眼 抹大口 怕到不会出声 曹操说了 事到如今 既然来到这村 就唯有缺一死战呀 那帮长官就说了 承相呀 我们的人纵然不怕 怎么都没力了 还怎么打得呢 程玉说 承相 关云场此人 素来都是怕远不怕硬 欺强不欺弱的 为人恩怨分明 好讲信仪 过去 承相你曾经有恩于他 现在 只要承相你亲自去求下他 就可以免除这一场大难的了 曹操一想 那么 窮途末路 除此之外 都再没有其他办法了 拼下了 于是就硬着头皮 放马上前 对着关云场 护一护身 走过来说 关将军 不见那么多 身体好 身体好 关云场 也在马上护一护身 搭了例 他说 关某逢了军师将领 在这里等了承相很久了 想我曹操今日 兵败世纪 来到这里 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希望将军 念在往日的情分 放我过去 我关某往日虽然受过承相厚恩 但是已经帮你斩了颜良民仇 帮你解了白马之位 已经报答了承相 至于今天的事 我怎能够恩施 废公呢 唉 将军呀 将军呀 我无惯斩六将的事情 还记不记得呀 大丈夫处世 以信义为重 将军你肃毒春秋 心明大义 当然知道余公之师 最子作余子的事 是吗 关将军 余公之师最子作余子的事 乃是春秋时候的故事 余公之师 余公之师和子作余子都是人名 当时 卫国呢 卫国呢 就派余公之师去追击子作余子 他们这两个人射箭 都非常之厉害 但是子作余子 因为有病 所以就不能够拿起弓箭来应战 叫你 余公之师 卫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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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起当日曹操对他的种种恩情 以及后来过五关斩六仗的事 她怎么能够不动心呢 他放眼了 不看 又见到曹军狼狈不堪 炸鱼心,每個人都淒淒、淒淒、眼淚、人都混去 將人都更不忍 於是他勒捉码頭 對五百教都手說 四邊散開 叫軍事散開,等於說放曹操走的意思 曹操見關文祥勒捉馬 就立刻和那幫部下一起衝過去 等到關文祥再回過身來的時候 然後 曹操那幫人已經衝過去 關文祥的心動 跟著大喊一聲 不准走 關文祥的聲音一出口 只見曹軍幾十人每個滾下馬 木曬在地上來 對著他喊一尾的叩頭 關文祥的越發不忍心 正在猶豫的時候 張遼走上來了 現在 關文祥見到 又觸動起朋友之情 唉 他長嘆一聲 一靈轉身 不看了 含冷放走了 正是曹門兵敗走華蓉 正如關公 俠路逢 只為當初 恩義重 放開金鎖 走膠籠 話說曹操逃脫華蓉這場大難 走到山谷的出口 怎麼還跟著自己的軍兵 只剩下二十七個人 唉 淒涼絕頂了 一路上馬不停看 跑到晚上 將近來到南郡了 哎呀 只見前面火把光亮 有一堆人馬攔著去路 曹操逃脫 操逃脫 沒命了 轉眼之間 有一隊哨馬衝到你面前 哦 不用怕 不用怕 原來是曹操的軍隊 曹操接到曹操 走過來就說 虽然知道丞相你兵败 但是不敢远离南郡 只能够在附近迎接你了 唉 我都几乎没命跟你相见了 于是曹操他们就回到南郡了 随后张辽也回到来 说了一段关闻祥的仪器 曹操看看跟着自己回来的仗交 差不多没有个不负伤的 就叫他们快点去休息 医治 曹操摆酒和曹操压惊解闷 当时那帮谋士也在座 曹操喝了几杯酒 忽然大声哭起来 那帮谋士就劝他 习相啊 你在腹挖之中逃难的时候 一点都不怕 现在已经回到入城了 没到危险了 只是要整顿军马 服寿雪恨 还为什么要哭起来呢 我不是哭什么 我哭国奉孝而已 如果奉孝在生 他却不会使得我有这样的大败 啊 慘啊 奉孝 我心痛啊 奉孝 可惜啊 奉孝 曹操一边哭 一边猛地扔心口 搞得那帮谋士 个个都头哭哭 丑的嘛 第二天 曹操吩咐曹人说 我现在暂时要回去许都 整顿好军马 必定回来报仇 你要好好地守住南军 我已经订了一条计策 写好了 封住在这里 未到紧急的时候 你不要拆开来看 情形危急了 你就开了 你依照这条计策来做 就可以使得东吴 不敢来动南军的了 请问丞相 合肥襄阳派谁去守候呢 敬州就委托你来管了 襄阳呢 我已经派了夏侯淳去把守 合肥是最紧要的地方 我派张辽做主将 岳俊李典做副将去把守 如果有什么情形 就尽快报告我知了 曹操作好部署 就带着部下的文武官员回去许昌 原来荆州投降过来的官员 都一起带回去许昌 再来分派职务 曹操走了之后 曹人就派曹操帮兵 带兵去镇守仪陵南军 防备周瑜 这些呢 就放下不讲他字 现在翻过头就讲讲刘彬这边 关文祥在华庸道放走了曹操 带兵翻过头了 这阵时啊 各路人马都撅获了曹军不少的马匹 气蟹 潜量的陆续回到下口 唯独关文祥一兵一阻都捉不到 空手扔扔回来见刘彬 当时啊 孔明正在摆酒和刘彬赫起 听说关文祥回来了 联王起身离职 拿着杯酒上前迎接说 恭喜张军立了这个盖世功劳 为普天下除了大害 恭喜恭喜啊 关文祥不出声 啊 莫非张军因为我们没出来远远迎接 故此不高兴是吗 哎 你们大家为什么不早点来报告呢 諸葛亮就骂那些兵了 军事 关某特 以前来 情死 啊 莫非曹操 没有经过华庸道 经过 戒人关某无能 故此被他走掉了 那 将军捉到曹军什么将领呢 一个都捉不到 那就是将军你打算曹操往日的恩情 故意放走他的 你既然立了军令狀 就不得不按军法处理 刀斧手 有 将他退出去斩 好了好了好了 你这场戏做到你这儿应该收场了 刘比 马上快走过来 说 啊 军事啊军事 我们三个人 结议的时候 曾经发过誓 要同生共死 现在云墙 虽然是犯了军法 还是希望军事 看在我的面上 遥述了他的死罪 记他一个果 让他以后将功赎罪 刘比开声 讲情了 孔明就顺水推舟 遥述了关闻墙 好了 现在又到说回周瑜那边了 周瑜在赤壁打了一场大胜仗之后 收兵点仗 各国技功 品报吾侯宣权 所有俘虏的兵军 全数压了过江 然后举行盛大的庆功宴会 慰勞三军 接着没多久 周瑜就下令进兵去夺取南郡 东吴的前锋部队 挖着长江边扎六营寨 前后分了五个营 周瑜居忠 这一日 周瑜正在和将领谋士 在商量攻打南郡的策略 有人来报告说 刘元德派孙乾来捉破都督 周瑜就请他进来 孙乾入禮 走过禮 就对周瑜话了 主公突然命令我来拜谢都督 有博礼奉献 周瑜话了 不敢当不敢当 元德现在在哪里呢 主公现在带着兵在游江口住宅 啊 孔明是不是也在游江口啊 是 孔明和主公一起在游江来 祝下请回去先 我一定亲自来答谢 周瑜收起了礼物 就打发孙乾翻车先 孙乾走了 老叔就问周瑜 先头都都为什么失惊起上来啊 咦 咦 刘比在游江驻兵 必定是想夺取南郡的 我们废了这么多军马 用了这么多钱量 眼看着南郡一动手就可以了 哼 他们居心不良想来拷便宜 咦 我周瑜都没死呢 那 我们用什么办法来制止他们好呢 我要亲自去跟刘比说 好就好 如果不好呢 我没等他去拿南郡 就杀了刘比先 那 等我和刀刀你一起去呢 于是周瑜和老叔 那个带着三千人马直奔游江口 游江呢 是古时长江的一条支流 游江口就是游江进入长江的河口 地点就在今日湖北省公安院的北方 这里是和荆州南郡很近的 现在说说孙乾他回到游江口看到刘比 就说周瑜就快要亲自来搭借 那刘比就问孔明 周瑜的来意是什么呢 他来到我怎么对答好呢 孔明就教他 周瑜来到的时候 你如此如此啦 究竟两个人的会面是怎么样呢 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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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刘比 听说周瑜亲自来搭借 就问孔明 周瑜的来意 是什么呢 哈哈哈哈 他哪里肯说为了一些些薄礼 就走来搭借我们呢 他不过是为了南郡而来而已 哦 他如果带兵来到 我们怎么对待好啊 他来到的时候 主公你这样这样 跟他对答就行了 啊 那么好啊 好啊 于是刘比就下令在游江口摆开战船 岸上排列着军队 这一天 刘比接到报告说 周瑜老叔带兵来到了 孔明呢 就派赵云带着几个马军出去迎接 周瑜一来到 看到那些战船和军队 哇 军势红壮 心就极之不安乐了 他们来到营门外边 刘比孔明已经等着在这儿迎接 那么一齐走入中军长 走过礼分开奔主坐落 刘比就吩咐切宴招待 那么什么都准备好了 哇 那么快就摆好酒席 大家埋位喝酒了 首先呢 刘比就举杯 多谢周瑜 祝贺他赤壁大战 取得巨大的胜利 喝过几瓶酒 好 周瑜说 如周你将兵马转移来到这儿 是不是有意思要夺取南郡呢 听说都督想夺取南郡 故此来帮忙而已 如果都督不去拿 那么我就必定去拿了他 哈哈哈哈 我们东吴想吞并汉江很久很久了 现在南郡已经在掌握之中了 怎么会说不去拿呢 不过胜负很难预测的 曹操临回去许昌之时 就任命了曹人镇守南郡各地 他必定有奇迹的 更坚曹人是一元猛将 用不可当 就是怕都督拿不到南郡 我如果拿不到 到其时就任从渝州你去拿 好呀 子敬孔明 你们来做个证人 都督你不要反悔 大丈夫一言计出 司马难追 怎么会反悔呢 孔明等了那么久 就等周瑜说这句话 周瑜一说了 孔明就说了 都督这句话非常公道 首先让东吴去拿 如果拿不到 主公就去拿 那就可以了 谈好之后 周瑜和老叔 辞别了 刘比孔明上马翻车 他们走了 刘比就问孔明了 先头 君仙你教我 敢敢敢来回复周瑜 说话我又说了 但我反反复复地扔下 我又想他不通 我现在真是孤家寡人一个 没有个立脚之地 所以就想拿到南郡来暂时安身 如果先被周瑜拿了 那城池已经属于东吴所有了 那我们还哪里有行啊 哈哈哈哈 当初我劝过主公拿荆州 主公你不听 今天又想啊 唉 以前是因为这些是景星的地方 所以就不忍心拿而已 现在已经成为曹操的地方了 那你就理应去拿它了 主公 你不用忧虑的 尽管等周瑜出兵去撕杀 好快去 主公你就可以在南郡城内安安稳稳坐实在这儿了 那有什么好办法呢 先生 主公 如此如此 那就可以了 啊 好啊好啊 刘比欢喜都极 于是就在油江口住宅 一遇岸兵不动 好了 周瑜老叔就回到大本营 老叔就问了 杜独 为什么你也答应原德去拿南郡呢 啊 我是在谈子之间 就可以得到南郡 我落得虚造个人情呢 跟着周瑜就问那些将官 你们哪位敢去打头阵 夺取南郡呢 大将蒋阴应声而出 没将远去 好 我就命你做先锋 徐盛丁凤做副将 带五千精锐军马先行渡江 我徐后就带兵来接应 进了命 那东吴这边部署好 就出发了 现在说说曹仁 他是坐镇南郡呢 他派曹雄去守移领 作为机角之势互相呼应 这一天 他接到报告说 吴兵已经渡过了汉江了 曹仁说 我们一遇坚守 不跟他们打 曹仁手下有个用将叫做牛甘 他气势昂昂地对曹仁说 兵临城下而不去出战 是胆怯 何况我军身近打了败仗 正是应该重振聚气的时候 请将军你 撥五百名正兵给我 让我去决一死战 曹仁一想 看到他这么勇敢 好啊 就叫牛甘带五百名精兵出去迎敌 两军相对 丁凤纵马上前来交锋 打了四五个回合 丁凤就假裂打败 牛甘带着兵不是追 一追进阵 丁凤见牛甘中计立即指挥军队 一下包抄 把牛甘围住在阵里面 牛甘在里头左冲右突 怎么也冲不出来 曹仁在城上望 看见牛甘被吴冰困住在战场中心 糟 要去救他才行 就立即披甲上马 率领手下壮士几百人就开城出去 摸着将大刀杀进去吴冰阵内 徐姓上前来认真 顶曹仁不住 就被曹仁一直杀到战场中心 救了牛甘出来 咦 曹仁转头一看 不行 还有几十人在阵内出不来 于是游士冲回转头 杀进去 救了几十人杀出重围 一出来 就撞到掌音拦着去路 曹仁和牛甘拼命这么冲 冲散了掌音的包围圈 曹仁的弟弟曹仁 也带兵来接应 双方混战一场 结果就打败了吴冰 曹仁打起得胜鼓收兵 掌音打输了 就回去见周瑜 周瑜见第一长将又输了 就生气了想杀他头 幸好得到众位将领港澄 才遥述了掌音 免他一死 跟着周瑜立即点兵 要趁着出马去跟曹仁决战 金灵就说了 道督不要随便出战 现在曹仁叫曹雄 巨手怡灵 作为机角之势 互相呼应 请刀督你派我带三千名精兵 直取怡灵 夺取怡灵之后 道督就可以去打南棍了 周瑜觉得金灵这个分析很合 听他就先派金灵 带三千兵去攻打怡灵 关于这件事 曹仁得到偵探的报告 他是跟陈矫商量对策 陈矫说 如果怡灵失守 南棍就守不住了 要快点去救才行 于是曹仁就命令曹仁和牛金 秘密地带兵去救曹雄 曹仁就派人去通知曹雄 叫他出城有敌 好了 金灵带兵来到怡灵 曹雄就出城来跟金灵交锋 打了二十几个回合 曹雄不够打 走人了 金灵这样就攻占了怡灵 好欢喜啦 怎么知道到了黄昏时分 曹仁牛金的人马来到了 两对人马合买 中和 invisible 书邹文说 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如果分兵去救 萬一曹人帶兵來襲擊又怎麼辦呢? 呂蒙說:「這麼輕鬧,但是江東大將,怎麼可以不去救呢?」 周如說:「我想親自去救他,但是留誰在這樹來代理我的職務好呢?」 呂蒙說:「留寧宮即在樹擔任,我做前鋒,道獨押後,不用十天必定告奏海哥。」 周如說:「不知道寧宮即是否暫時代理我的職務呢?」 寧宮即是寧統,他說:「如果十天為期,我就擔當得起,十天之外就不能升任了,好極了,就是這樣決定吧。」 周如很高興,於是留下萬幾兵馬交給寧統,即日點起大軍出發去怡靈。 周如說:「呂蒙提出一個建議,他說:「宜寧南邊有條小路,去南郡極其方便。」 周如說:「我們可以派五百人去斬那些樹,要來塞住那條路。」 周如說:「曹君打敗仗,必定由那條路撤退。」 周如說:「到時,他們的馬行不過,就必定要丟下馬逃跑。」 我們這樣就可以得到他們不少馬匹了嗎? 這個建議好到極了,周如同意了,立即派五百兵去。 當周如的大軍快來到二齡的時候,周如就問:「變衛將軍願意突迷進去救金陵?」 周太說:「我去!」 周太說:「立即提刀中馬,一直殺入曹君之中,就衝到城門下面。」 周太說:「金陵望見周太來到,就出城來接他。」 周太說:「周太說:「都督親自帶兵來救他。」 周太說:「金陵又感動又高興,馬上傳令下去。」 周太說:「叫兵士弄好裝粗,吃飽飯,準備做內應打出去。」 周太說:「曹孔,曹頓,牛金。」 周太說:「他們接到消息,說周如的大軍快來到,就一邊派人去南郡報告曹人,一邊分兵來迎敵。」 周太說:「東吾兵一到,曹兵就上前頂住。」 兩棍一交鋒,金陵和周太分別由兩路殺出來,就殺到曹兵馬馬亂。 曹洪曹頓,牛金,他們果然帶著敗兵由那條小路逃跑。 誰知道那條路啊,被樹木亂柴塞堆,堵堵堵,馬不過得。 只有扔下馬坨行路的匪徒,哈哈,那麼東吾君,就撿福了,撿了五百多匹馬。 周虞乘胜追击 指挥部队马不停提 赶去南郡 走到半老 遇着曹仁的军队来救仪灵 两支军队一遭遇就打起来 结果因为已经很晚了 所以混战在墙之后 就各自收兵 曹仁回到南郡城 就跟大家商量 曹鸿说 现在已经失去仪灵 局势危急 还不快拆开城上交落的物件 来解救这个危局 没错 我正是想这样做 曹仁于是拆开曹操留下那封物信来看 一看当堂欢喜 立即全领 五更煮饭 天梦梦光就在城头上插满旗尺 去张声势 而全部兵马就放弃城池 由三个城门出城 现在说说周瑜 他救出了金陵之后 就把部队摆在南郡城外 你照早 咦 看到曹兵由三个城门走出来 周瑜就立即走上个帐台观察 究竟看下什么事 只见城头上虚插其次 人影都没有过 再仔细看一看出来的兵出 只见他们人人都背着背包 周瑜一想 曹人必定准备送人了 于是在帐台走下来 命令将军队分为左右两翼 如果前军得省 就不用理那么多 一美向前追击就行了 直到听到打罗才可以收兵 又命令晴浦指挥后军 周瑜就亲自带兵攻城 在曹军阵内 战鼓一响 只见曹兵出马就挑战 周瑜来到门旗下面 叫韩当出马去跟曹兵交锋 打到三十几个回合 曹兵不够打 走了 曹人是亲自出马接战 周瑜一变的马 極力不力冲到阵前迎主 两个就斗了十几个回合 曹人又打败走了 阵势乱了 周瑜立刻指挥两个人马 冲杀出去 打到曹军大败 周瑜伸先是出 带着军队追过去 一直追到南军城下 曹军不扔入城墨 全部都向西北方败退 韩当周太率领着前锋部队 猛追着他 周瑜见到城门大开 城上又没人 就命令军队抢城 当时周瑜带着几十个人 还骂飞飞直冲入城 原来陈矫啊 一直躲在城楼上面 他现在望见周瑜亲自入城 心就慢点喝彩了 城上真是妙计如神 他将手一揮 只听见帮子 啵的响 两面如先埋伏好的功脑 也一起乱射 直接落雨 城门里面又滑了 他还在陈矫的 差点冲进城 这么撒 咱吻都落雨 哇 糟 周瑜急急 立马回头 迟啦 被人一斬 射中左边小掩 当堂翻身 跌得下马 好惹啦 牛派快马加鞭 在城里面杀出来 想捉周瑜 这边徐城兵奉两个 不要命地扑上去 将周瑜救了翻车 这个时候 埋伏在城内的曹兵 突然冲出 杀到吴兵自相踐踏 跌到户城豪纤里头 都不知多少 程普见到形势急转直下 极之不利 急急下令明金收兵 谁知曹寅和曹洪分兵两路 杀回头 打到吴兵大败 幸好得到灵统带着一支生力军 斜斜地在横扁冲撒过来 顶住曹兵 这样程普才能够将残兵败出 撤退回迎寨 曹寅反败为省 率领着德胜之师 回到南郡城 现在说的丁奉徐城 他救了周瑜回去刑寨 就叫徐军医生来 用铁钳拔出箭头 又用金瘡药敷着伤口 哎呀 痛到周瑜白痘这么大颗汗 咬到嘴唇穿 什么都吃不下 连水都不想喝 医生说 你知箭的箭头有毒 不是三几天就好了 千万不要生气 如果怒气一冲 伤口就复发了 于是程普传令三军 一于坚守刑寨 不准出展 如是这过了三天 牛金带兵来挑战 程普照样按兵不动 牛金叫那些士兵破口大骂 一直骂到黄昏才收兵翻扯 到了第二天 又来骂战 程普怕周瑜怒 不敢报告他知道 到了第三天 牛金就直接将队伍 开到来东吴的刑寨门口 放大喉咙来骂 口口声声的一味说要活足周瑜 程普见到这样不是路的 就找齐大家来商量 想暂时退兵的回去 请示孙权再作打算 周瑜他虽然是受到伤 是痛得很交关 但是神志很清醒 他知道曹兵终之无日 都来到寨前叫骂 之后不见将领来稳步他 有一天 曹人亲自率领大军 雷行过战鼓 大声鸽喊又来到挑战 程普硬是硬着头皮 不出去应战 周瑜听到声 就叫那帮将领入来 中军上问他们说 哪里鼓吵吶哭哭 那些人回答他说 稳告都督是我们的士兵在那里演习 唉 你们为什么要骗我 我知道曹兵时时都来到宰前欲骂 程德谋你既然和我一起掌管兵权 为什么要坐视不理呢 和我请德谋来 程德谋就是程普 他来到就跟周瑜解释 他说 我见到都督你扶了伤 医生足复说不能够激怒你 所以曹兵来挑战的事 就不敢报告你了 周瑜就问 各位都不出去应见 那有什么主张呢 程普说 所有的将领都想收兵回去江东 所以等都督你战伤好回 然后再作打算 周瑜听程普讲完 盲言间在床处吓声跳起身说 大丈夫既然直奔之路 就应该战死沙场 能够用马甲果施回来是好施例 怎能够为了我一个人 而损害到国家的利益 周瑜讲完 立即披甲上马 所有的将领没过不震动 周瑜于是率领几百名马军出到迎前 当时曹兵已经报好阵势 曹人立定马 站在门旗下面 拿着马边挖挖大声地骂 周瑜那个臭子 确实是不得好死的 再不敢静眼看我们曹兵了 曹人说由未了 周瑜在一队马军之中突然冲出来说 曹人匹夫 你见不见周狼啊 曹人见到周瑜 每个人都害怕到疾了 曹人来过来对军事说出力骂他 于是曹兵每个都破口大骂了 周瑜发大火了 他派宦将出去应战 谁知都未来得切交锋 周瑜突然间大叫一声 接着口喷鲜血 整个跌落马 曹兵踏哑着冲散过来 东吴的将士也冲上去顶着 双方混战一场 这些就不说他 现在只是说当时救起周瑜回到中军将 情谱就问了 都督 都督 你的跪体如何啊 周瑜静静地对情谱说 这个 是我的计例而已 那 你这个计策是怎样的呢 我的身体 已经没什么痛楚了 先得我之所以 整成这样 不过是想让曹兵知道 我病危 那他们一定会轻敌 我们就派一班 深复亲信的士兵 进去城里面渣祸 说我已经死了 我估计今晚刻曹人 必定走来劫刑 我们就在四周围埋伏 好人马来装他 那曹人啊 一定被我们捉到的 啊 都督这一条计 瞄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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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瑜和情谱商量好之后 立即和一些将领放声痛哭 哭起来说周瑜死了了 那些兵士听了大惊了 一下就到处传开了 说周都督见商法作死了 个个刑寨都挂起孝离 现在说回曹人 他和一班将领在城内议论 说周瑜今天怒气一冲 伤口崩裂就搞到口吐鲜血 整个中了落马 没多久他一定死了 正在你一句我一句谈 有人进来报告说 有十几个吴军来投降 其中有两个呢 本来是曹兵黎以前被俘虏过去的 曹人立即吩咐叫他们进来问一下 那些投降过来的兵士进来 扣过头走过来 便稳告给曹人听 说将军呀 今天周瑜在阵前伤口崩裂 一回到营寨就死了 现在的将军都挂孝举哀 我们都是受过程普的凌辱的 实在忍不住了 所以突然来投降 将周瑜的死讯报告给将军 曹人听了高兴非常咯 跟着就和大家商量 当晚就去劫寨要抢到周瑜的尸体 然后斩他的头 送去许刀献给丞相请功 陈矫就说 要劫寨就要立刻出兵 千万不要辞了 于是曹人就命令牛津做先锋 自己做中军 曹孔曹淳做押后 只是留下陈矫带着小数士兵守城 其余的兵军全数出动 当晚初间过后 曹人下令出城 直奔周瑜的刑寨 谁知道一来到宅门 人影都没有过 只见到虚插皮刺 闭了 知道中计了这趟急急退兵 退不及了 咚咚咚咚咚 大时之间四围都响起炮声 东边韩桑蔷杀过离 西边周太潘张杀过离 南边随城兵奉杀过离 北边陈武吕蒙杀过离 曹军四面受敌 前中后三路军都冲散了 搞到头就救不到尾 时尾也救不到头 被吴军打到宁兵赖 曹人带着十几个马军 拼命地杀出重围 又遇着曹孔 就带着残兵敗将撤退 一直杀到吴军 快就带到南郡 突然之间 吹声炮响 又被灵统带着着几티军围 困困擦去佛 也认死了一阵 曹人带着败兵 斜斜地跌路而掉 谁知道伔族,金陵大杀了一场 曹人疯风 不敢回去南郡 就放上不待 直不顺着大路逃跑去湘阳 吴军追递了一轮 也没继续 然后反着回头 当周囇情抱打败了曹人 下令收兵一跌赶到南郡城下 咦 只见城头上插满了旗帜 有一位将军在城楼上大声地叫 都督不好见快 我逢军师将领已经夺取了这座城 我就是上山赵子龙 哇 怎么这么多城世界 周渔就生气到头壳顶出烟 马上下令攻城 但是城上面乱战射下来 周渔就唯有叫收兵回去 回到营寨了 商量了一下 打算派金灵带几千人马去夺取荆州 派灵统带几千人马去夺取湘阳 然后再来夺取南郡也未迟 正在调缝人马的时候 一个探马飞跑来到了 报告 诸葛亮拿了南郡之后 用兵符炸掉荆州首城的军马来狗 又叫张飞去袭击拿荆州了 报告 又一个探马来了 报告都督 夏侯敦在商量 被诸葛亮派人带着兵符 诈作说曹人求救 哄了夏侯敦带兵出城 就叫关文祥拿了商量 两处城市 容容意义地归了刘元德 周瑜问 朱葛亮碰得到兵符的 情谱说 他逐着陈矫 兵符自然被他拿去 哎呀 气死我呀 周瑜的战伤又是爆裂 当堂暈了过去 很久很久才会甦醒 那帮将领就安慰劝解他 周瑜说 我 我 我如果不杀了孔明 你个乡下佬 我怎么都不出得心里面这一口怨气 嘿 哈哈 程德谋 你 你帮我手去攻打南军 时必要为东吴抢他回来 正在说 老叔来到 周瑜就跟他说 我想起兵去跟刘比 朱葛亮决个痴红 抢回城池回来 紫敬你要帮我 现在说周瑜 他接到报告 说荆州商阳都被孔明用计夺取了 气到他死死下 老叔来了 他就叫老叔帮他手去打刘比孔明 老叔就劝他说 宫敬不好啊 现在我们正说和曹操相持着 成功失败 最后都未分的 主公去了攻打合肥 又打他不下 如果我们和刘比自己互相吞兵 曹兵成虚而入 这样局势就极其危险了 何况刘比以前 他和曹操的交情是很深厚的 如果我们逼得他太过紧急了 他一下欠了城池 加上曹操一起来打刘比 那怎么算好啊 咦 紫敬啊 你说 我们用计策 船兵马 费钱粮 他就去撈烟省 你说生不生 你说生不生 你忍耐一下 公紧你忍耐一下 等我亲自去见见元德 和他讲道理 如果说不定了 到时起兵去打他也未迟 所有的将官都说老叔这样做好 周瑜亦只有同意 于是老叔就带着几个徐宠去南郡 老叔来到南郡 就在城下叫门 赵云就出来问他有什么事 老叔说 我要见刘元德 有话跟他讲 赵云就说他听 我主公和军师在荆州城 不在这里 那老叔就不入南郡 直不去荆州 一去到 见到旗翅齐整 我军容威武 老叔的心真是佩服 他想 孔明这个人 确是有本事的 守门的军事进去报告 说老子敬求见 孔明立刻吩咐大开城门 迎接老叔 一直陪他入到衙门的大厅 彼此行过礼 分奔主坐落 欠过茶 老叔就说了 我主公吴侯和周都督 叫我再三向皇叔 说明一件事 就是前那阵 曹操率领百万人马 名为夏江南 实际上是想来打皇叔 好彩得到东吴杀退曹兵 救了皇叔 所以 京州九郡 理应归于东吴就对了 现在皇叔用诡计 抢了京州襄阳 使得我们江东白白 浪败了那么多钱 梁军马 皇叔这样做法 助响其成 恐怕在道理上 说不过去 孔明就说了 子敬你是个有见识的人 为什么都说了这些说话呢 开广也说了 物必归主 京商九郡 并非是东吴的地方 那是刘景昇的基业来的 我主公但是景昇的兄弟 景昇虽然死了 只知他的儿子还在这儿 做叔叔的为了辅助自己的侄子 所以就拿了京州 那又何不可呢 是 如果是公子刘奇 占据京州 那还说得过去 不过公子现在在江夏来 他根本不在这里 什么子敬你想见公子吗 人类 去请公子出来 孔明吩咐的人去请刘奇出来 过了一阵 只见两个侍从人缘 扶着刘奇在屏风后面走出来 刘奇就对老叔说了 我身体有病 不能够行礼了 紫敬请你不要乖 说完 那些侍从就扶他回到里头 老叔根本没有想到刘奇会在这儿出现 所以一见到刘奇面就大吃一惊 什么说话都说不出了 过了很久 老叔才说了 如果公子不在这里又如何呢 公子在这里一天就守一日 如果不在这里就另作商量 看孔明 如果公子不在这里 就要把城池还回给我东吴的 紫敬你这么说是对的 那就谈定了 于是孔明就设宴来款待老叔 喝完酒 散了席之后 老叔就告辞走人 他留夜赶回去刑寨见周瑜 将谈判的经过告诉他 周瑜说 刘奇正在青春年少 什么时候才得他死 那么这个荆州何时何日 才得他还给东吴呢 道徒你放心 这件事包在我老叔身上 无必要拿到荆商归还给我们东吴 哦 紫敬你又何高见 照我看 刘奇过分沉迷走息 搞到病入高坊 现在他气息极差 气喘呕血 不到半年他杀死的 到时我们去拿荆州 刘彼就没得推了 老叔虽然是这么说 但最快都要等半年以上 才是路的 所以周瑜虽然勉强同意了 都还是愤愤不平 淡气总是吞不下的 正在这个时候 孙权派了个侍者来 他和周瑜说 主公现在围住合肥 一直都打他不下 特意叫刀刀你将大军撤走 同时拨兵去合肥助攻 既然孙权有令 周瑜就唯有班师回去柴桑养病 他又命令情谱率领战船事出合肥 由孙权指挥调用 好了 现在说说刘彼 他得到荆州南郡商量之后 心高兴非常 就和大家商量长远之计了 当然了 刘彼自从在中平元年 即是公元184年 应召从军 参加去破黄金开始 一直到现在建安13年 即是公元208年 他在军事政治的斗争战场 刘彼自从军事政治的斗争战场 这次是第一次夺取得这么大的地盘 你们说他宽理不宽理呢 大家正在议论得非常烈烈的时候 有一个人走出来献计 这个人是谁 是依直 大家都记得 当年在商阳的时候 刘彼的老婆 赛夫人和赛慕 设计害刘彼 多得依直通水 刘彼就马跳弹溪 面中一场杀身之和 所以刘彼就很感激他 对他十分敬重 现在刘彼见到依直走出来献计 就请他坐在那里慢慢讲 即是说 不当他是一般的下属 表示份外优待的意思 所以刘彼这个人成功 确是有他的原因 这个也是他成功原因之一 记得人家在自己困难的时候 帮助过自己 他会尊重人 当时依直就说 主公 要问荆州长远之计 为什么不去找个言德的人士 来请教一下呢 哦 去哪里找到这位言德的人士 经商有个家人姓马 兄弟五个人都以财学高超出名 最小的那个叫马叔 自幼尚 五兄弟之中 最言德的叫马良 自贵尚 他的眼眉有点白毛 所以他家乡有句言语 叫做马是五尚 白眉 最良 主公 为什么不去请教一下他呢 刘比很高兴 就派人去请他 马良来到了 刘比优礼相待 十分敬重 请教他保守经商的计策 马良说 经商乃是四面受敌之地 恐怕不能够长期坚守的 那不如叫公子刘奇住在这里养病 吸收旧日的人员来守他 上表品咒朝廷 请朝廷委任公子做荆州刺史 这样做可以安定民心 然后进行南征 去夺取武陵 长沙 贵阳 零零四个郡 积蓄前良作为根本 这个乃是九远之计 先生的意见 说得好极了 请问四个郡之中 应该先夺取谁呢 由湘江去西边 最近的是零零 应该先夺取他 其次是夺取武陵 然后去湘江东边夺取桂阳 长沙最后才去拿他 刘比极之高兴 任用马良做从事 依直做他的副手 又请孔明来商量 将刘奇送回商量 关文祥就回京州 马良建议留给他 夺取这四个郡 在哪里来的呢 这些地方 都是在荆州的南边 零零郡 包括今天 广西桂林 杨朔这些地方 郡城就在 现在湖南省零零苑 武林郡的郡城 就在现在湖南省 最普苑的南边 贵阳郡 就包括湖南一部分地方 以及广东的韶关 英德等等的地方 郡城就在现在湖南省 春州 长沙郡 郡城就在现在湖南省的长沙市 介绍完 就说回刘比 他调编冰马去夺取玲玲 就派张飞做先锋 赵云做押后 孔明 流比做中军 人马就带一万五千人 流关羽守荆州 微竹 流风就守江陵 现在说凌凌太秀流道 他听闻流比的军马到来 就找他的儿子 流延来商量对策 流延说 父亲你放心 他虽然有张飞赵云这些勇将 但是我们本州的上将 盈道荣 力敌万人 完全打得过他的 打得过他 打得过他 好吧 于是流道就叫流延和盈道荣 带着万几兵马 出城三十几里 衣衫磅水扎落营寨 准备迎敌了 这一天 探马来报告说 孔明亲自带兵来到了 盈道荣就点齐人马出去应战 两阵队员 盈道荣当先出马 他守折开山大虎 大声地说 反财 这么斗胆侵犯我们的境界 只见对阵之中 一队王岐勇出来 王岐一散开 推出了一辆四轮车 车上面端端正正坐着一个人 头戴关筋身披铐厂 手上握着额毛线 用马线入一入盈道荣 说 我就是南洋诸葛孔明 曹操率领百万之中 被我略施小计杀到他片甲不留 好似你们这样的人 怎能够跟我对敌呢 我现在来招安你们 还不快快投降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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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碧鱼兵 乃是周朗的妙计 关你什么事啊 这么大胆敢来说大话 你不是走 赤我一虎 盈道荣武器把大虎直奔孔明 孔明叫他车回头走进阵里面 阵门就立即封住 盈道荣不理三七二十一冲杀过来 阵西傻傻声分开了两边就走 盈道荣远远望见有队王岐的 他想着孔明实在那一树 于是一尾向着王岐那树猛追 转过了山脚 王岐抓住 突然间中央分开 咦 不见了四轮车 只见一元大将就挺茅约马大开一声直杀过来 谁啊 张逆德 盈道荣武器把大虎迎上去 打了没几个回合 哇 厉害啊 顶不住了 撥转马头就走 张逼咬着他尾 追着吴房 杀声震天 两边的伏兵人一起冲杀出来 盈道荣又叛死冲了过去 怎知又见了元大将在前面拦着去路 你懂不懂上山赵子龙啊 试了试了试了 盈道荣想着打不过了 又没准备了 唯有落马投降 赵云不客气 叫人扎起他 押他回到大本营见刘彼和孔明 刘彼说要斩掉他 孔明立刻说不要斩 他对盈道荣说 你如果帮我捉着刘延 就准你投降 行行行行 小将一定做得到 那你用什么办法来捉他呢 军事如果肯放小将回去 我自然会用说话来骗过他 今晚 就请军事调兵来劫宅 小将做内应 活足楼然献给军事 楼然一足道 楼道自不然就投降了 刘彼就不信刘道荣说 但是孔明就相信 他说 刘将军不是说谎的 我真的放了刘道荣走 刘道荣回到刑宅 将被擒之后的事 都告诉刘延 刘延就说 那怎么办呢 刘道荣说 我们将计就计 今晚在宅外埋伏兵马 在宅内虚插其耻 等孔明来劫宅 就趁势捉住他 那刘延就听了他 当晚二宅 果然有个标军马来到宅口 每人都带着一扎干草 来到就一起放火 刘延、刘道荣 立即分两边杀出来了 哈 这队放火军 看到有人杀出来了 十声下就撤退 刘延、刘道荣 两支军队跟着尾追过去 一直追 追了十几里 不见了放火军 闭家伙 刘延、刘延、刘道荣 这阵子才知道 夹急收兵回到本寨 回到寨口 看到那些火还未能熄 但是 在寨内冲出了一圆大将 原来是张飞 刘延就叫刘道荣说 不要入寨了 我们去劫孔明寨吧 于是立即带兵回头 走了不到十里 赵云带着一支人马 在旁边斜斜地杀出来 一枪就刺死刘道荣 打了下马 刘延见到 矮延迷驱 急急拨马就逃跑 张飞在后面 快马赶上来 一手就拿着他 活足过来 绑着他去见孔明 刘延跪在那里说 是刘道荣教我这么做 我本身也不是想这样 孔明微微一笑 叫人给他送了绑 拿衣服给他穿 赤酒给他喝 压下颈 然后要他回去劝他父亲投降 如果不投降 攻破城池之后 满门杀准 孔明吩咐完了 就叫人送刘延返去玲玲 刘延一回去 就跟他父亲刘道 讲孔明的大恩大德 又劝他父亲投降 刘道就听我儿子说 就在城楼上面 高高树起一面行旗 大开城门 自己又捧着他大恩 出城去刘给他大本营投降 孔明就叫刘道 刑救刘在玲玲做太守 刘延就去荆州徐军办事 凌凌一份居民个个欢喜 刘延入城安民之后 就号上三军 他就问众委将领说 凌凌已经夺取到了 谁敢去夺取桂阳郡呢 赵云说 我去 张匪奋起威风说 我亦要去 那两个人争起来 孔明就说 到底是子龙应先的 应该让子龙去 张飞不服 自必说要去 没有他收 孔明就说 那执丑吧 执到他就去 哈 又是赵云执倒 张飞发恶了 他说 我不用人帮手 就是我自己带三千兵去 稳困拿个城池 赵云说 我亦都是带三千兵 如果夺不了城 愿受军法处置 嘿 那就好极了 孔明十分高兴 就叫赵云立了一张军令狀 选了三千名精兵 交给赵云带着出发 张飞还是不服气 刘比就喝他走 唉 张三爷就是有这副牛颈脾气 话说赵云带领三千人马 极不向着桂阳进发 桂阳太守叫做赵帆 他得到探马布黎的消息 急着找齐文官武将来商量 当时管军校尉陈应包龙 他两个主张应战 原来这两个人 都是桂阳岭的山乡猎户出身 陈应会洗非叉 包龙曾经射死过两只老虎 他两个似着自己有胆有力 所以就对赵帆说 刘比如果来 刘比如果来 我们两个愿意去打头阵 赵帆说 我听闻刘元德乃是大汉王叔 更兼孔明的继谋很厉害 这些人马呢 我们不能够迎战的 唯有是投降的 陈应就说 请你准我出战 如果我捉不到赵帆 到其时任太守 你投降都未迟 赵帆拗他 不过就终归答应了他 那陈应就带着三千人马出城迎敌 这个时候 见到赵云带着军队来到 陈应摆好阵势 就拿着钢叉飞马而出 赵云挺枪出马 就扎骂陈应 他说 我们主公刘元德 乃是刘景昕的兄弟 现在辅助公子刘企 一同管理荆州 特意来到安抚民众 你为什么胆敢来认敌啊 屁 我们只是服曹成相 谁肯跟你刘鼻啊 赵云勇起上来 挺枪约马直取陈应 陈应是没有起钢叉上前迎战 两个轻轻光光打了四五个回合 陈应打不过赵云 就撥转马头就走 赵云就追过去 陈应来转头看赵云匹马 已经来得很近了 他突然举起飞叉 就对着赵云扔过去 谁知赵云手急眼快一下就接着一支叉 跟着就要来扔回陈应 陈应连亡一闪就避开了 但是呢 避得开支飞叉就避不开赵云的手 赵云那只马飞快地跑前去 赵云的手一起 就把陈应活捉过来 丢在地上 和军事把他绑起来 押回来 那主将被捉 那些败兵就有这么快时 赵云就四散逃跑了 赵云收兵回债 就叫人押陈应来骂他 他说 梁你有什么本事 竟然敢来跟我打过 我现在不杀你 放你回去 你跟赵云说 要他快点来投降 陈应是以为实死的了 现在好彩撿回一条命 就叩头借罪 走都走不及就倒入城 把你经过说给赵云听 赵云就说 我本来就是想投降的 你是夹硬说要打 以致搞成这样 真是 你出去吧 于是喝退了陈应 自己就亲自捧着大人 带着十几个徐宠 骑马出城 去赵云的刑债投降 赵云就出来债口迎接他 把他当作贵宾来接待 摆开盐席请他喝酒 赵云就恭恭敬敬地把大人交给赵云 喝过几瓶酒 赵云就说 将军姓赵 我也是姓赵 五百年前是一家 将军是真定人 我也是真定人 又是同乡 如果将军不嫌弃 肯和我结为兄弟 就真是万幸万幸 赵云很欢喜 大家说自己的出生年月 聚过年庚 刚好 两个是童年 赵云就带赵云四个月 于是赵云就拜赵云做大佬了 两个人是同乡 同年又同省 十分相得 好投机 这餐酒 一直喝到晚上才散席 赵云就辞别赵云回到城了 第一 赵云来请赵云入城安民 赵云就命令部下的军事 不准随便行动 自己呢 只是带着五十个人跟尾 骑马进贵阳城 城内的居民 在路上 跪在地里 守执保乡 迎接赵云 赵云安民之后 赵云来请他入衙门宴会 喝到差不多了 赵云再请赵云进入后堂醉心 即是认真亲人才到的地方 再放酒来喝过 赵云喝到微微醉了 在这个时候 赵云忽然请了一个妇人出来 和赵云敬酒 赵云看见这个妇人 只见她穿着一身素白 样子真是漂亮 称得上是倾国倾城 便问赵云 这位是谁 她是家嫂范氏 哎呀 赵云立即严肃起来 很尊敬地对待这个妇人 范氏敬完酒 赵云叫她买位坐 即是在陪赵云喝酒 赵云说不敢当 多谢了 那凡事走过禮 便回到后堂 赵云说 延帝 你何必努烦令嫂出来敬酒呢 哈哈哈哈 兄长你有所不知 我这样做 是有缘故的 先兄去世了 已经有三年了 家嫂一直守寡 终非了局 小弟也事常劝她 不如改嫁 家嫂说 如果三个条件都齐备的人 我才肯嫁给她 那什么三个条件呢 她说 第一 要文武相传 明文天下 第二 要相貌堂堂 威而出种 第三 要跟家兄同性 你说 天下间哪会有这么臭的呢 延兄 你仪表堂堂 明镇四海 又跟家兄同性 合正家嫂所说的 如果延兄你不嫌家嫂的样子 丑陋 小弟情愿送了嫁妆 嫁给张彬你做妻子 那我们就建成世代之亲了 延兄 依下如何呢 赵范这番说话 不说尤智可 她一说完 赵范怒得十声站起身 大声斥责她 她说 是呀屁 我既然和你结拜做了兄弟 你嫂嫂就是我嫂嫂 怎样可以做些乱人论的事 当堂省得赵范面红以赤 她说 我 我 我代你一片好意 为什麽你这麽无礼呢 赵范一边说的一边 用双眼瞅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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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瞅 那些侍从 有害赵云的意思 赵云是什麽人马 赵范好聪明的嘛 她见到赵范这麽神色 一拳就打下赵范 自己蹬蹬蹬直出大门 上马出城了 赵范爬起身 摸下下巴 哎呀 差点连牙脚都打掉 她急急叫陈英包龙来商量 陈英说 她发怒走了 有什麽办法呢 索性跟她打过去 赵范说 哎呀 只怕打她不赢 包龙就说 不如这样 我两个去赵云那树炸行 太守你就带兵来挑战 到其时 我们两个就在阵上捉她 陈英说 那也好 不过一定要带人马才行 包龙说 有五百人都救了 赵范同意了这个计划 于是在当夜 陈英和包龙就带着五百兵 去赵云营寨投降 去赵云那树炸行 去赵云那树炸行 当晚 陈英包龙就带着五百兵去 赵范就明知这两个人是炸行的 就叫她进来 进来中军帐 那两人就说 赵范想用美人计来 来哄将军你 等到将军你一喝醉了 就扶你进去后堂 杀你 拿个人头去曹城上驱献功 你又有多坏 我们两个见到将军你 这么生气地走了 想着日后必定会連累我们 所以就出来投降了 赵云听了 诈作很高兴 摆酒请他们同喝一餐 那两个人结果喝到大醉如泥 赵云是叫人将他们两个扎起来 然后抓他们手下的人来审问 果然是扎行 于是赵云就叫那五百名兵士 来请他们喝酒吃饭 就对他们说 想害我的 是陈英和包龙两个 不关你们大家事 你们听我的命令去做 个个都有想 那群小子吃饱的肚 不用杀头还有想 就千多谢万多谢地扣头 赵云下令 将陈英包龙当堂斩了 然后叫那五百名兵士在前面带路 赵云自己带着一千兵 跟着后面 漏夜就去到贵阳城下叫门 城上守城的士兵 听说陈包两位将军杀了赵云 带兵回来 请泰兽快点来有事商量 城头上用火来照 果然是自己的兵马 立即报告泰兽 赵凡听说以为得法 急忙出城 一出城门口 就被赵云叫人抓住 赵云进城安抚百姓之后 就派人将得胜的消息 飞报刘比 那刘比和孔明就亲自来贵阳 赵云迎接了他们入城 回到衙门 就叫人抓了赵范出来 跪在台阶下 孔明就问他 赵范就想说 把阿嫂嫁给赵云的经过 前前后后都告诉孔明 孔明就跟赵云说 这件亦是美事 你为什么不答应呢 赵云说 赵范既然跟我结为兄弟 如果我娶了她的阿嫂 赞被人唾骂 此其一 要个妇女再嫁 使她失去大截 此其二 赵范刚刚投降 她的心仍是难测的 此其三 主公现在身身平定光看 正一是坐也未坐穩 我怎么说 因为一个女人 而损害主公的事业呢 刘比就说 今天大事已定了 帮你娶了她 好不好 多谢主公的美意 不过这样做 恐怕会影响名誉 天下女子不少 要不然又找不到妻子呢 啊 子龙 你确是个大丈夫啊 刘比不勉强赵云 接着她命令释放赵范 仍然任命赵范做桂阳太秀 又重重地赏赵云 张妃张三爷在旁边忍不住 她大声吵 我 偏偏子龙就立功劳啊 偏偏我就是个非人没用的 军师 你只是拨三千兵给我 让我去夺取武陵棍 胡竹太秀金船来献给你 孔明非常高兴 亦得 你要去不要紧要 真你要听我的事 何肯给我去 不是说一件事 一百件一千件我都听你的 上次子龙取桂阳郡的时候 是立了军令狀去的 现在亦得你要去取武陵 也必须要立一张军令狀 然后才让你带兵去 行啊 张妃一口答应 立了一张军令狀 宦天喜地地率领三千人马出发 日夜兼程赶去武陵 武陵太秀金船接到消息 说张妃带兵来到 就召集齐将领 点起征兵 要出城来认敌 他手下有个官员叫做龚智 就劝金船说 刘元德乃是大汉皇叔 大仁大义天下文明 更兼张义德是勇猛非诚 我们不要抵抗 不如投降为常 金船一听 岂有此理就发火骂他 他说你想和责人勾结做内应 是吗 立即叫武士推他出去斩头 整班官员都懇求 请太秀不要太生气 先斩家人于君不利 遥恕了他 好了 金船喝龚智扯 自己便率领人马出去迎战 出城大概走了二十里 就撞正张飞 张飞立定马 听起长矛大声地喝金船 金船问部下将领有谁敢跟张飞打 那些人听见张飞喝过声 就已经吓得鼻孔都没肉 谁肯上前 金船唯有武器把刀拍马上前自己来了 张飞又喝了声 好像走过大雷一样 金船面都青了 不敢打了 拨马就走 张飞用长矛一指 咦 全军跟着冲锋掩杀过去 金船带着败兵拼命地扔回城边 谁知道城上乱箭射下来 喂喂喂 别乱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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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这样搞的 金船摄高头看看 只见龚智站在城头大声地说 你不顺天使自取灭亡 我和百姓都投降刘皇叔 说话未说完 一箭射中金船面 啪声跌下马 有个兵士快手快脚冲上前 一都就割了金船的头 献给张飞 接着龚智大开城门出来投降 张飞就命令龚智带着大人 去桂阳见刘比 哇 这么快就夺到武陵棍了 刘比非常高兴 就任用龚智来代替金船的职务 做武陵太秀 刘比亲自到武陵安民之后 就写了封信给关文祥 说他听说赵子龙 张逆德 各人都夺取了一个棍 关文祥收到信之后 立刻就复讯 要求派他夺取长沙棍 也要立一份功劳 刘比高兴 就叫张飞赶去代替关文祥守荆州 就让关文祥带兵去打长沙 关文祥回来 拜见过刘比和孔明 孔明对他说 指龙取贵阳 亦得取武陵 都是带三千兵去 现在这个长沙太秀韩元 虽然是无料 微不足道 不过他有一员大将 乃是南洋人 姓王明忠 自汉升 他原来是刘表布下的中郎将 协助刘表的侄刘盆 一同守为长沙 后来就跟了韩元 他现在虽然就快六十岁 但有万夫不当之勇 不可轻敌 所以云祥这次去 必须多带军马才得 哈哈 郡士为何要掌他人群气 撕自己威风呢 让王忠一名老出 何足道哉 我关某不用三千兵 只是用本部五百名教导手 定必斩王忠韩元的手臂 献于挥下 这样不行的 刘比就苦苦地劝他 这班云祥总是一个兵都不肯多扰 只是带自己的部下港五百名教导手就出发了 他走了之后 孔明就跟刘比说 云祥看不起王忠过于轻敌 怕他会有危险 主公你去接应他 没错没错 刘比于是带了一支人马 随后出发去长沙 一说一说长沙太秀寒怨 此人十分性急暴躁 欲下就杀人 所以大家都很争护他 当时他听说关文墙带兵来到 就叫老将王忠来商量 王忠说 主公不用忧虑的 就凭我王某这把刀 你的将功 他一千个泥 一千个死 原来老王忠能够开二石力的硬弓 百发百中 何谓二石力呢 一百二十四斤为一石 二石力 即是要二百四十斤力才能拉开的硬弓 很厉害的了 老王忠的说话未说完 有个人应声而出话 不用老将军出马 只是我就可以活逐关某回来 韩元一看 原来是管军校卫杨宁 韩元很高兴 命令杨宁带一千兵马 出城迎战 大约走了五十多里 前面三尘滚滚 关文墙带兵来到了 杨宁立即摆开阵势 挺枪出马 站在阵前骂箭 关文墙一看 可惹得极了 问多一句也嫌浪气 飞马武刀直取杨宁 杨宁一世都没见过恶人 还估自己好有料 挺枪迎上去就打 谁知光光光三个回合 关文墙手起刀落 杨宁就投降和新婚家 我杀了 关文墙指挥五百名教党 追杀败兵 一路追到长沙城下 韩元害怕 立即叫王中出马 自己走上城楼独战 王中提刀中马 带着五百名马军 一声跑响 打开城门 飞跑过吊桥 关文墙见到一名老将出马 想着实是王中 就把五百名教党一字摆开 立定马 橫着刀大河一声问 来将是不是王中 既然知道我的名 你还敢侵犯我的地方 我特意来拿你的人头 说话一圆 国人武器大刀就打起来 哇 打得这场仗很厉害 关文墙自从斩华雄战旅部以来 都未打过这么灿烂 足足打了一百多个回合 还未分胜负 韩元怕王中有什么不测 就叫人明金收兵 王中收兵回城 关文墙也退兵 在离城十里的地方扎落刑寨 关文墙我心想 老将王中 确是名不虚传 斗了一百个回合 全无破绽 好 看我明天用拖刀计打赢他 到了第二天吃完招饭 关文墙带齐人马又来到城下挑战 韩元坐在城楼上面 叫王中出马 王中带着几百名马军 杀过吊桥 再次送关文墙交锋 这一次又斗了五六十个回合 实在是其逢敌手的将御良才 打得难分难解 看到两边的士兵都忍不住齐声喝彩 这个时候 战鼓雷都动不动响 越来越紧张 忽然间关文墙拨马就走 王中就立即追着来 这个乃是关文墙的拖刀计 当关文墙直马上一翻身用刀背砍过去的时候 突然听见老后一声 他不知什么事 急急转头一看 原来是王中马失前太整个打了落地 在这个机会之前 关文墙一勒转的马 双手举起青龙刀 猛咳一声说 我暂时遥了你的性命 快点去换个匹马再来施杀 王中急急拉起一只马 啪声飞身骑上去 跑回到城 韩元才吓得一身飙汗 看到王中回来便问他什么事 王中说 这匹马很久没有上阵 不是了 所以才会失提 你的箭百发百中 不是什么不射他 是 明天和他再战 我就假裸打书 哄他来到吊桥边射他 好极了好极了 王将军 我骑开这匹青马都不错 明天你就骑他上阵 多谢太秀 王中辞别了韩元便回去休息 他想 他想 难得关文长这么够异气 他不忍心杀害我 我又怎么忍心射死他呢 不过 如果不射 又跑违反命令 唉 当晚王中整晚啰啰乱 插不定主意 明天天天光 小卓来报告说 关文长又来挑战 王中立即带兵出城 关文长连起两天都打不敗 王中的心就焦急了 今天他斗手精神 和王中第三次交锋 志在必胜 打到三十多个回合 王中炸败回马就走 关文长求胜心切 想都不想 拍马就追上去 王中想起昨天不杀之恩 不忍心一下就射到关文长 所以他在马岸上放好把刀 拿一张弓出来 出来一拉空弦 砰的声 咦 关文长急急闪开 咦 不见战来的 又追 砰的声 王中再拉一下空弦 关文长急急闪 咦 又不见有战兽来的 嘿嘿 王中实是不懂射箭的 靠客而已 不怕你 追 一直追追追追追到吊桥附近 王中在吊桥上弯弓搭箭 砰响战 正正射着关文长的头盔上的红鹰 好叶 那些兵出齐声搭哭 关文长吃了惊 直立转马 就这样在头盔上 带着支箭跑回头 这阵时他才知道王中的战术 确实是有百步穿羊的本事 今天只是射头盔上的红鹰 正是报了昨日不杀之恩 于是关文长就收兵回宅 但是王中回到城上来见韩元 谁知道一上去 韩元就叫卫兵捉住王中 王中大叫我 我没有罪 韩元反了脸 吵到面红面绿 嘘 我连你看你打了三天 你这么大胆竟然敢骗我 前日你没有尽力去打 必有私心 昨日你马室前提 他又不杀你 你和他必有勾结 今天你两次拉空弦 第三战只是射他头盔上的红鹰 还不是外通内廉 不斩了你 必为后患 杜虎手 让王中老责拉去城门之外 斩了他 当时在旁边那群将领 正想上前求情 韩元发火说 谁为王中求情的就是同谋 当堂吓得没有人敢出声 杜虎手把王中拉到城门外 刚刚上举刀 忽然间有个将军没有起刀 杀进来 一刀两刀斩死刀虎手 救起王中大声地叫 王汉星乃是长沙的保障 现在杀汉星 亦是杀长沙的百姓 大家听着 韩元残暴不仁 委屈人才 我们大家一起去杀他 谁愿意跟我的就来了 咦 这个是谁 这么好胆 大家一看 只见这个人面如虫祖 眼似明星 那是二洋人毅然 毅然自从当日在商阳城 想追随流鼻也追不到 就来长沙投奔韩元 韩元呢 就觉得毅然傲慢无礼 不肯重用他 故此在这村子一直屈屈不得致 现在他杀死了刀虎手 救起了老王中 号召了百姓一起去杀韩元 韩元此人 确是不得人心的了 毅然这样叫 立即有几百人跟着他 王中想烂都烂不住了 毅然非快地冲上城头 也都将韩元斩成两缺 拿着韩元的人头上了马 带着百姓出城去投降班文长 关文长就欢喜得极了 就进入长沙城了 按文之后 就请王中来见面 王中说有病不肯出来 关文长就由他先 立即派人去请刘比和孔明 现在说的刘比 他自从关文长带兵出发去打长沙之后 他就听孔明说 趁着带兵去接影 这一日他走到中途 只见一面青旗发声下 倒卷起来 又见一只乌鸦由北向南飞 呱呱呱连叫三声便飞去 刘比见到这麽奇怪便问 这些事煮什麽禍福这下军师 孔明龙一只手一三就 俠字一旋 他说 恭喜主公 长沙运已经得到了 而且又得到一名大将 今天午时之后 必定有确实消息来的 哈哈 真是靓的 过了无奈 见到一位兵士飞奔前来报告 关将军已经得到了长沙 王中毅然两名将领投降 转后主公去长沙 嘻嘻 刘比高兴 立刻就赶路去长沙 到了 关文长迎接他们进入衙门 报告夺取长沙的经过 并且将王中的情形说给他们听 刘比听了 便亲自去王中的家请他 刘比上门来请 王中便出来投降 王中便请求把韩元的尸体 葬在长沙城东 刘比见他这麽讲情意 当然同意 刘比是代王中好好的 接着 关文长便带魏妍来 一见面 孔明便喝令刀斧手 拉魏妍出去杀了他 刘比吃了惊便问孔明 哎呀呀 军事呀 魏妍那是个有功无罪之人 为何要杀他呢 孔明说 食其鹿而杀其主是不足 居其地而献其土是不易 我看魏妍他老后有反骨 日后便必反 故此斩了他先以绝和根 军事呀 军事呀 如果斩了他 就怕投降过来的人人人自危 希望军事遥恕了他 于是孔明指进魏妍警告他 他说 我现在遥尽你的性命 你要尽忠部主 不要有疑心 你如果一有疑心 我就怎样都杀了你 毅然猛 是的 就退了出去 王忠又向刘比推荐刘比的侄子 刘盘现在就在柔苑住 没有事做 刘比就派人去接他来 叫他掌管长沙郡 好了 这趟四个郡都得到了 平定了 刘比就班师回到荆州 又将柔江口改名为公安 有了这么大的地盘 从此 钱量又多起来了 有学问的人士陆续来归附 孔明将军队 分散注册在各个艾口险要的地方 加强防卫 现在说回周瑜 周瑜他回到柴桑养病之后 就命令金陵首位巴零棍 巴零棍的棍城 在现在的湖南岳阳 又命令灵统首位汉阳棍 这两个地方都分布战选 随时听后调遣 这些暂时不讲节 程普就带着其余的将士去合肥 原来孙权自从赤壁抹兵之后 就一直在合肥很久 和曹兵交战 大大小小十几次都未分胜负 所以他又不敢逼近城池窄宅 只是在离城五十里的地方驻兵 这一天听闻程普的兵马来到了 孙权就很高兴 亲自出迎奴军 有人来报告说 老子敬先行来到了 孙权就立即落马 站在那儿等老叔来 老叔一来见到 怎么敢当连王稳安落马 向孙权行礼 众位将官见到孙权对待老叔 这么尊敬 净致到极 孙权请老叔上马 然后一拍地骑着马走 孙权小小的问老叔说 我落马来迎接你 这样做 也显得你的地位够高了吧 没有呀主公 哦 然之你要怎样才认为有地位呢 但愿主公你的威得 一家于四海 拥有九州 成就帝王之业 使得我老叔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字 这才真真正正正有声望有地位 哦 哈哈哈哈 老叔说得很老实 既也说出了自己的抱负 同时又恭维了孙权 所以孙权很舒畅 忍住挫住手掌 哈哈大笑 孙权和老叔来到中军将大排宴席 慰勞赤壁抹兵的仗士 然后呢 又和老叔他们商量破合肥的办法 这一日 张辽派人送战书来 孙权拆开一体 勾啊 豈有此理 张辽真是欺人太甚 你听见晴浦的人马来 就故意使人来挑战是吗 哼 明天我不用生力军和你们打 我要和你大战一场 孙权马上传令 第朝早五将三军出发 向合肥进兵 走到神时 即是上八点钟左右 人马已经走到半老 遇见曹兵来到 当时双方各自布城阵势 孙权呢 金窥金甲披挂出马 左边宋谦 右边贾华 两名将军手持方天画击 在两旁护卫 雷过三通战虎 在曹军阵中 门旗两面打开 三元大将全副武装 勒马站在阵前 中央是张辽 左边李典 右边岳俊 张辽一拍马当先跑出来 就是勒孙权决战 勒到孙权忍着提起之枪 想亲自出马来打过 但是在阵门之中 又为将军早就挺枪 中马冲出去了 太史词 将辽辉武大都上前迎战 两个打了有七八十个回合 不分胜负 李典是对岳俊说的 你看 对面带着顶金盔的就是孙权 如果抓到孙权 就大可以和八十三万大军报仇 李典说话还没说完 岳俊单人匹马举起大刀 像闪电般打斜直撲孙权 大喝一声手起刀落 宋谦假怀急急用划击来挡住 说是迟哪是迫大刀一刀 一声把两支击一齐斩斩 哇 他两个人唯有抓住击柄 对着岳俊马举的瘟 岳俊回马就走 宋谦一手抢过军事手中的长枪 跟着他就追过去 那边李典黏弓搭箭 瞄准宋谦心口 封谦当堂没命就撞下马 咦 太史池看到背后有人跌下马 不打落 劈开张辽跑回本阵 张辽乘机徽兵掩杀过去 吾兵就乱了大坑 四散地逃跑 张辽见到宣权就在前面来 就出力哪一只马慢慢追过去 眼睛看着就快追上了 宣权危险了 谁知在旁边打斜撞出了标军马 为首一名大将是程普来到 截着张辽撕杀了一阵 救了孙权 张辽见到打下去也继续不到什么便宜 就收兵回合肥 程普保住孙权回到大本营 那些败兵也陆陆续续回应 孙权见损失宋谦 忍不住放声痛哭 长使张宏就批评孙权说 主公赐着一股诚气 轻视这么强大的敌人 使得三军将士个个寒心 其实斩仗牵旗 扬威沙场 乃是偏仗的责任 主公你不应该自己去 希望主公以后抑制下自己一时之勇 多些考虑王霸的大计 同时 今天宋谦阵亡 佳恩主公轻敌之故 今后主公认真要保重至好 唉 这些都是我的过错 从今之后一定改 说当日宋谦是兄弟 话说当日宋谦是兄弟 大败一场 就回到中军将 痛定思痛 过了一阵 太史迟进来 他对宋谦说 稳告主公 我手下有个人姓郭明定 他和张辽手下的马夫是兄弟 这个马夫被张辽扎 心怀转恨 郭定叫人来报告说 今晚举火为号暗杀张辽 我请求大兵去做外应 为宋谦报仇 郭定在哪里 已经运进合肥城了 请主公派五千兵给我带去 朱葛当然想了想就说 张辽此人都很多计谋 怕他有准备 不要轻易去 太史迟不听 坚决请求要去 孙权因为宋谦阵亡 急于报仇 所以同意派太史迟带五千兵去做外应 现在说的那个郭定 他是太史迟的同乡 当日他混在曹军里入了合肥城 找到张辽的马夫就静静密针 郭定说 我已经使人报告太史迟将军了 今晚他必定来接应 你准备如何动手 马夫就说 这里来中军是比较远 晚头黑 一下子进不来 我就在草堆树放他一把火 你就去前面到处喊反水 城里头的兵一乱 我们趁乱暗杀了张辽 这些军队就散了 好啊 你这种妙极 当日张辽德姓汇城 号上三军 接着就传令下去 今晚黑 大家不准解革睡觉 他左右的人就问 张军 今天我军大获全盛 吴兵扔得远远 张军为何还要命令不要解革休息 不是啊 违将之道 切勿打胜就高兴 打败就憂慮 如果吴兵估计我们会没有准备 就承虚来偷袭 我们怎么应付 所以今晚一定要加强戒备 要比以往每晚更加谨慎 话由未了 突然后仔起火 外面哼哼声 反水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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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吵到立立乱 张辽立即走出中军帐上马 带着十几个贴身护卫 站在路中心 那些卫士说 咬得很紧急啊 张军 去看看 张辽说 哪里会全城都反的 你们实是造反的人 故意到处地咬来扰乱军心 免我作乱就先斩了他 不久 不久 里典就逐着郭定和马夫来 张辽问清了情形 当堂斩了他们两个 这个时候 只听见城门外敲罗的鼓纳喊连天 张辽说 哼哼 实是吴兵来做外英啦 我们将计就计破他 就下令在城门内 放弃一把火 一起高叫造反 大开城门 放下吊桥 太史池见到城门大开 就以为里头得手了 就停枪中马 首先冲进城 谁知道滚一声炮响 城头上乱箭射下来 太史池急往后退 但是身上已经中了几箭了 接着李典 岳俊就杀出来 一直追杀到东吴的宅前 就打到东吴的人马死伤大半 陆讯董集见到曹军杀到 就杀出去顶住 救了太史池 曹冰就退走了 孙权见到太史池身负重伤 就越加难过了 对呀 张超就劝孙权收兵 不要打下去了 孙权接受了这个意见 就班师回到南徐云州 即是今天江苏省镇江市的地方 等到驻赚好军马 太史池已经病危了 孙权派张超一班人去探望他 太史池大声地说 大丈夫 就应当大三尺锏 立不适之功 现在 哎 志愿都未曾达到 为什么要死呢 啊 说完就合起来死了 当时只有四十一岁 后来有人写了首诗赞中他 此字全忠孝 东来太史池 姓名超元才 公马镇红尸 北海囚恩日 神庭陷战时 林忠言壮志 千古公遮志 孙权听说太史池世世世非常伤心 命令将他葬在南徐的北顾山下 葬礼十分隆重 又将他的儿子太史亨 摘入自己的府内 将他养起来 这些就不多说了 现在说回刘比 刘比在荆州整顿兵马 这一天听闻孙权在合肥打败仗 已经回南徐 就和孔明商量研究一下情况 正在谈 接到消息说公子刘奇病死 刘比一听不过哭起来 孔明去劝他说 生死也是注定的 主公不要那么伤心 怕影响身体 而且大事要紧 请主公立即派人去襄阳守卫城池 同时料理喪事 对了 那派谁去好呢 非云祥不可 于是孔明立即派了关云祥去防守襄阳 刘比想了一想 他说 哎呀 现在刘奇已经死了 那东吴必定会来拿回荆州 到时如何跟他们说好呢 孔明说 不用担心 如果有人来 我自然有说话对答 一眨一眨一眼 过了半个月 这一日 那些人来报告说 东吴老叔专程来吊桑 于是孔明就和刘比一齐出城去迎接老叔 便请老叔来到官府坐下 老叔说 我们主公听闻令侄逝世 特意准备了一些博礼派我前来自祭 周到处叫我再三向刘皇叔朱葛先生致意 有心有心 刘比和孔明站起身多谢一番 收了礼物便摆走款待老叔 喝过几瓶酒 老叔便开口说 以前王叔说过 公子不在雪落便归还荆州 现在公子已经去世了 必定归还荆州 不知道何时可以交割呢 刘比说 我们先喝酒 有件事要商量一下 喝 喝 老叔勉强喝了几杯 忍不住又开声问了 这次是刘比你还没回答 孔明便搬起一块面子 子敬你真是不懂道理 是要等人开口才行 自从我们高祖皇帝斩蛇起义 开机立业传到今日 不幸奸雄并起各举一方 搞到天下大暖 但是 少不免天道循环 復归正统 我主公乃是中山静王的后代 孝敬皇帝的元孙 当今皇上的阿叔 难道不能够昏茫烈土佔他一些土地吗 何况刘景昇乃是我们主公的兄长 弟弟继承兄长的基业又有什么不行 你主公乃是前堂一个小小官员的儿子 一向对朝廷也没有功劳 现在 赐着自己的势力佔他六郡八十一州 还贪心不足 还想吞并汉家的土地 哦 流氏的天下我们主公姓流也没有份 你主公姓孙的反而要来争 还有 赤壁之战 我主公担负这么重的作战任务 全军上下人人拼命 难道只是你们东吴出力吗 如果不是我借到东南风 周朗就一筹莫展 还怎能打烊这场仗 江南一拖 不是说二桥要被曹操拿去收在同桌台上 就算是指敬你的家人老小也保不住 是不是 刚才我主公没有立即回答你 不过我以为子敬你是个有见识的人 不用说得这么白 为什么你这么不明白呢子敬 一番说话 说到老叔压得厚得的洞 很久很久他才说 嗯 恐明你这么说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不过 不过我老叔十分不便 你有什么不便之处呢 往日黄叔在当阳受难的时候 是我老叔和孔明你道江介绍你去见我主公 后来周公紧要轻兵来夺取荆州 又是我老叔劝他不好的 至于说等到公子去世就归还荆州 又是我老叔一力丹城 现在你们以前说我的话都不算数 那叫我老叔怎么回去回复好呢 我主公和周公紧必然会处分我的 我死不要紧 咳… 呵呵呵 小幸福你不用吓我 曹操率领百万大军 configurations便拿到天子名义 我都毫不在意 难道你还怕周郎一个小子呢 等於 为了不用指敬你面子上过不去 我劝我主公立一张文件 暂借荆州做个根本 让我主公将来想办法 得到其他承词之后 就交还荆州给东吴 你说这样好不好 这样啊 那恐明你要等到夺取到哪一树 才将荆州还给我们 中原地区 一时之间就未能夺得到 西村的流章比较软弱无能 我主公会去切发夺取果树 如果拿到西村 到时就交还荆州 西村就是现在四川省的一部分地方 首府是益州 就是现在的成都市 老叔没办法 唯有孔明说 怎么就怎么 于是刘比亲笔写了一张文件 签了名 朱葛亮是做担保人 也签了名 孔明又说 梓敬 我是黄叔这些人 难道自己担保自己吗 努烦梓敬先生 你也签了名 回去见到吴侯 也好说点 老叔说 但我知道黄叔是个仁义之人 必定不会对不起我的 于是也签了名 收了文件 宴会结束之后 老叔就告辞了 刘比和孔明一直送到码头船边 孔明还钉足他 紫敬你回去见到吴侯 请你好好地把我的意见告诉他 请他不要乱想 如果不接受我们的文件 我一反起面来 就连他八十一州都抢了 现在我们两家人要和和气气 你最好 别被曹操老财笑话 老叔和刘比孔明分别了 就开船回东吴 他就先到柴桑郡去见周瑜 周瑜就问他 紫敬去拿荆州 有什么结果 老叔说 拿到文件回来 港元就拿了文件给周瑜看 嘿 周瑜一看就摔了 紫敬呀紫敬你中了诸葛亮的鸡 他名为借地 实际是混奶 他说拿了西村就还荆州 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去拿西村 若果他十年得不到西村 就十年不还了 这样的文件中什么用 你还去和他做担保 唉 他如果不还荆州的话 一定连累到你的 主公要处分你上来怎么办 老叔听周瑜这么说 整个傻了 很久很久他才说 嗯 看这个样子 原得也不会对不起我的吧 我说 紫敬你是个老实人 刘比是个骁雄之辈 朱角亮是个奸惑之兔 恐怕他们不像先生你这么好心啊 哎呀 你先在暗地处宽心住几天 让我派人去江北探听消息 然后再作打算 哎呀 搞得老叔好像周身被针刺 也不知道多么不安乐 过了几天 证探回来报告 稟稟稟 京州城内树起了翻 打斋 城外见到新竹的坟墓 军事都挂光 周虞奇怪了 死了什么人啊 刘元德死了金夫人 你几天举行葬礼 得法啦 周虞就对老叔说 我这条街成功 我要刘比束手奏琴 荆州反掌可得 哦 刘比死了老婆 她必定要续取的 是吗 我们主公有个妹妹 是极其刚强勇敢 她有几百名痞女 平常个个都戴着刀 威防之内 就摆满刀枪剑击种种兵器 就算是男子亦没有她禁救威武 是啊 是啊 我现在写封信给主公 请她派个人去荆州做媒人 说服刘比黎入罪 把她哄到来南取 到时 老婆她得不到 要她坐牢 那我们派人去叫她们 拿荆州来换楼比 哈哈 等她架割了荆州城池 我们又另有打算了 这样 已经你就一点事都没有了 哎呀呀呀 多谢都督的妙计啊 老叔的心是这样才放下了一块大石头 很快去 周瑜就写好一封信 找一只快船送老叔回南取 老叔回到去见到孙权 首先就把留给謝京州的事报告了 接着就把那份文件呈上给孙权 孙权看了一看就说 哎呀 是要你那么糊涂啊 这类文件 要来有什么用啊 主公 周都督有封信与给你 便是 他说用这一条计 就可以得到荆州了 孙权看了周瑜封信 猛唱头 心很欢喜 他马上就认为 派谁去做梅人好呢 啊 非女犯不可 於是馬上叫人叫女犯來 就對她說 近日 聽說劉元德的夫人死了 我是有個妹妹 很想招聚元德做她的夫婿 以後我們兩家永結恩親 同心破槽 共扶漢山 這個大妹非只恨你不可 好了 希望你立即起程去荆州說一聲 做這樣的媒人 女犯的心很高興 所以她一旦答應 即日準備好船隻 帶幾個徐從人員就起程去荆州 現在說說劉比 她自從金夫人小時候日夜煩惱 當然了 這個年紀失去老婆確實很淒涼 有一天 她百無聊賴就找孔明傾閒 牧人進來稟布說東吳派女犯來求見 孔明一聽就笑了 哈哈哈哈 這個乃是周瑜的雞某 實是為了荆州的事 對 主公 我等一會就躲在屏風後面聽著 他無論說什麼話 主公你儘管答應他 然後留他在賓館住宿 我們再來商量就是了 孔明就走到屏風後面躲在 劉比就吩咐請女犯進來見面 進來 走過來 是否分賓主坐還是獻過茶 劉比就問 子恆今天來到 有什麼見教呢 王叔 近日聽聞你的夫人世世 我是有一門好親事 故此亦不避嫌疑 想來拿杯梅飲酒喝一下 哈哈 不知道尊意如何呢 中年喪妻 大不幸呀 不過 骨肉未寒 又怎麼忍心這麼快就續取呢 黃叔不是這麼說 人若無妻就如屋之無良 怎麼能夠中途就廢了人倫大事呀 我主公吳侯有個妹 又漂亮又賢偉 很適合黃叔你的 如果兩家共結秦進之好 那曹操老賊 就不敢正眼望我們東南 這件事 家國兩變 請黃叔不要猶豫 不過 我們國太吳夫人 對這個妻女極之痛愛 不肯嫁那麼遠 事必要請黃叔去東吳就婚 這件事 吳侯知到沒有 更知道了 吳品知吳侯 誰這麼隨便來做梅人呀 哈哈哈哈 不過 我已經年近半百 都兩笨斑白了 吳侯的妹妹正是青春年少 恐怕 吳登對吧 吳侯的妹妹雖然是個女兒身 知道她的志氣勝過男子漢的 她時常都說 如果不是天下英雄 我不會嫁她的 黃叔你明文四海 正所謂屬女配君子 怎會說因為年紀相差多少就嫌棄的呢 不會這樣的 哈哈哈 先生你先在這兒住晚 明天我回覆你 好極 當日留給徹宴款待女犯 留她在賓館過夜 到了晚上 留給她和孔明商量這件事 孔明說 她的來意 我知道了 剛才我沾了一掛 是大吉大利 主公你儘管答應 答應 是 答應他 明天就叫孫乾和呂范回去見吳口 當面說定他 擇個好日就去成親 不過錦布軍師 但是 周瑜總是想辦法來害我 去東吳 豈不是 身入險地 哈哈哈 周瑜雖然會用計 他又怎能出得我諸葛亮之所料呢 只要我略思小計 就使得周瑜半囚不展 既然沒有術 吳后的妹妹又屬了主公 經周萬無一失 既然軍師這樣說 那就這樣吧 劉比仍是壞壞壞壞壞 孔明 直接就吩咐孫乾 叫他去江南做媒人 答應這件婚事 孫乾得了孔明的話 高高興興 跟著呂范一起去江南見孫乾 孫乾對他說 我很想把小妹招聚原德 並沒有其他意思 孫乾再三拜謝就告辭回荆州 見到劉比就說 吳后專程等候主公你去成婚 好 讓我想一下 劉比心裡很懷疑 不敢去 孔明是給他定心丸 他說 主公你不用怕的 我已經定好三條計策 要子龍跟過去就可以了 於是孔明就叫趙雲走過來 伏在他耳邊小聲地說 子龍 這次你保護主公去東吳 我交三個錦囊給你 錦囊裏面就裝著三條妙計 你依著次序做就行了 說完 孔明就交了三個錦囊給趙雲 要他貼肉收好 隨後 孔明就派人去東吳達聘禮 一切都準備妥當 當時是建安十四年冬天十月 劉比這時候 實足年齡是48歲 劉比和趙雲孫 用十隻快船 由五百多人隨行 離開荊州去南除 荊州一切的事情 交了給孔明負責 劉比上船的心 十五十六 好不安樂 哎呀 這個老婆真是難娶了 搞得不好 連命也沒有 軍師說有錦囊妙計 萬一不靈,便不斷 並沒斷 行船走了很多天 來到南徐州 十隻快船 都在岸邊停泊好 趙雲想 军师吩咐说有三条妙计 叫我依着次序来做 现在已经到复了 应该开第一个錦囊来看看 于是就打开錦囊 看了第一条妙计 赵云笑 又叫过五百名徐行兵士来 长长细细吩咐他们 那些兵士得了命令 就上岸散开了杜树去 赵云根据錦囊妙计 叫刘比就首先去拜见乔国佬 为什么乔国佬是谁呢 就是大乔二乔的父亲 他在南隋住 刘比就叫那些隋从 牵羊担走去到乔府求见 见到面 走过礼送了礼物 就告诉乔国佬听 说是女犯众梅人 过江来娶吴侯的妹妹等等 乔国佬听了就笑得见岸不见眼 一面说好啊好啊 坐了一会儿 刘比就告辞了 那五百名兵士上岸 是做什么事呢 原来他们个个都披红挂彩 进去南隋城 购买种种应用的物件 见亲人就说 刘元德入聚东午 要娶吴侯的妹妹 嘿嘿 不用两个时辰了 南隋城里的人 个个都知道这件事了 孙权知道刘比已经来到 就吩咐旅饭去接待他 留他在崩馆住 现在说说乔国佬 他跟刘比见了面之后 过了两天 就去见吴国太了 一见面就笑口细细地说 恭喜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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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国太就奇怪了 有什么喜事呀 你将另外的 娶配了刘元德的夫人 这还不是大大的喜事呀 有这样的事吗 为什么老生一点都不知道呀 哎呀呀呀呀呀呀 这件事呀 南隋城的老百姓 尽人皆知 现在袁德已经到了 为什么郭太太还瞞着我呀 老生确实不知道呀 让我叫权礼先问他 于是吴国太 一方面就使人去请孙权礼 同时又使人出去到街上探听 过了一阵 人们回来回报说 果然是有这样的事呀 新女婿已经来了 就住在崩馆来 那五百名隋行的兵士 都在城里面 买猪羊果品 置办礼物 准备成亲了 做梅仁的 女家是女犯 男家是孙权 都在崩馆来呀 郭太太听了 哎呀 什么真是假的 吃了一惊 没多久 孙权进来后堂见母亲了 母亲 叫孩儿来有什么事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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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国太哭起来 这次吴国太和孙权的一番争论 就引起吴国太金怒子汉新郎 究竟结果如何呢 吴国太和孙权的一番争论 吴国太和孙权的一番争论 我姐姐临终的时候 怎样吩咐你呢 吴国太和孙权的一番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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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刘彼借了荆州 几次吹她交换都不肯 所以 周瑜就定了这条计 吞刘彼过江招亲 乘机将她运起来 要她将荆州来换 如果不肯 就先斩刘彼 这个是继贸泥 并非真是要将阿妹嫁给她的 呸 我骂声你个周瑜 你个没用的蠢蟋 枉你做个陆运八十一州的大都督 那都想不到一条计策去拿荆州 居然要将我的女儿去哄人 洗美人计 哎呀 说出来 都嫌讲骚髒我把口 你们杀了刘彼 那我的女儿 岂不是变成望门吧 第二天还怎样嫁人呢 那就赫了我的女儿一世 你们做得好事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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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国佬亦都说 又是的 什么计算不用得 偏偏要用美人计呀 就算得到荆州 都会被天下之人耻笑了 这些事怎么做得好事呀 这些事怎么做得好不行呀 孙权说 孙权说 他们年纪怕不相当呀 哎呀 刘皇叔乃是当代好结 这些事 你这个女婿 也不会配不上令妹呀 配不上的配得上 孙权说 吴国太说 你们两个都不必争论了 我又不懂刘皇叔的 明天就约他在金路纸见面 让我看看喜不喜欢 乔国佬说 如果我喜欢呢 我就招他做女婿 把女儿嫁给他 孙权问 如果母亲不喜欢呢 那就任由你们怎么做都好 跟遵母亲之命 孩儿告辞了 孙权是个孝顺仔 见母亲这样说 就答应下来 他出到去 立刻就叫女婿来 吩咐他 明天在金路纸的方丈 方丈就是 寺院里面接待贵客的地方 在金路纸的方丈举行宴会 郭太太要见刘婢 同时将先头的事 说给他听 女婿就说 不如这样吧 主公你叫贾华 带着三百名刀斧手 埋伏在两边走廊 如果郭太太见了面不中意了 一声号令 立即将他捉住 那好不好 这个办法好 于是孙权又使人去叫贾华来 吩咐他做好准备 明天就是看着郭太的面色行事了 孔明第一个感囊妙计 就叫刘婢一道南锤 就去拜见乔国佬 真是没错的 乔国佬他告辞了 吴国太回到家 立刻就派个亲信去通水 给刘婢知 当然 说话就不能说得太白了 就是说 明天吾厚 郭太亲自要见皇叔 千万千万要在意 那就可以了 留给省水了 他就跟孙权赵云商量 赵云说 燕无好燕 会无好会 明天金老子的燕会 实在是凶多吉小 让我带齐五百名士兵 跟着主公去吧 翌日 吴国太 乔国佬最先来到金老子的方丈 坐落之后 孙权带着一帮谋士也来到了 报志好了 然后就叫呂范去宾馆请刘婢来 刘婢得到乔国佬通水 也做好充分的准备 他里面穿着一件软甲 外面穿着一件錦袍 带齐五百名士兵的根尾 来到金老子大门口就落了马 孙权就在门口迎接他 孙权和刘婢这一次 乃是第一次会面 当时刘婢是四十八岁 孙权二十七岁 孙权见到刘婢仪表非凡 心里有点畏惧 两个人见了面 彼此走过来 互相问候 然后就进去方丈见郭太 郭太一见到刘婢 哎呀 哎呀 宽怜到他拔东西 亦恳又对乔博佬说 真是我的好女婢呀 好女婢呀 哈哈 俗语都说了 外母见女婢口水嘟嘟嘟嘟嘟嘟 看来真是古今一理 小国佬亦欠多咀嘟嘟嘟嘟 郭太您看下 愿得路未奉目 量以随见 授涉 手长过塞 乃是大富大贵 帝王之上啊 更兼她的人德报于天下,郭太太你得到你为佳誓,何喜何何,何喜何何啊! 刘比拜借过郭太太,就埋席开始宴会,过了一阵,赵云带着剑进来,就站在刘比旁边, 郭太太只是听过这个名字,就没见过赵云,她就问刘比说, 这位将军是谁啊? 他就是常山赵子龙啊,在当阳长坂,破亚斗的就是他,是吗? 没错了,真真是英雄啊,老身要敬赵将军一杯酒 多谢郭太太,赵云接过酒,一饮而尽,然后他小小声对刘比说 主公,刚才我在外边走廊巡视了一下,发现房间里面有刀斧手迷伏在这儿,必定是没有好意的,主公,你说给郭太太听 哦,刘比立即起身离直,去到郭太太面前跪在地上,流着眼泪那样,哈哈,刘比的眼泪真是来得快的啊 郭太太,如果想杀我流比,就请你杀是啦 吴郭太太奇怪了,为什么你这么说啊? 走廊外面,已经迷伏了刀斧手,不是要杀我流比,就杀谁呢? 吴郭太太发火了,他闹孙权啊 原得今日,既然做了我的女婿,即是我的儿女,为什么事要埋伏刀斧手在外面啊?你说啦 为什么事? 吴郭太太,孩儿不知道啊 你不知道谁知道啊?要问一下女婿才行 叫女婿进来,叫了女婿来,吴郭太太就问他 女婿,在外面埋伏刀斧手,是不是你出的主意啊? 吴郭太太,这些不关我事的,要问假话才知道 吴郭太太叫了假话来,骂到他是一罚出世,二罚裂盘 假话当然不敢爆煲啦,唯有一个人吞光,他死不开口 吴郭太太火气了,喝令斩了他 不得了啦,要斩人走,留给开声求情啦 郭太太,如果斩了大将,于亲事不吉利啊 而且,这样我也很难在你老人家的身边站得住啊 这样啊?好吧,看在盐世面上,我就遥恕了他啦 假话,还不过来多谢王叔? 多谢王叔? 真是,哎呀,假话走都走不及啦 那帮刀斧手就不再说了,铺头鼠喘,有这么快,射得这么快啊 喝了轮酒,留给出去更衣之后,就走到大殿前面 看见空地那一块大石头,留给叫徐从给他一块劍 他昂起头,心在那里祷告上天 如果我留给能够返回荆州,完成黄霸之业 一劍将一块石斩为两段,如果死是你死,劍就斩不开 讨告完,手起劍落,啪!火星赞起来,快石头分为两段 孙权在后面见到,就走过来问刘比 袁德公,为什么这么生气石头啊? 哦,我已经年近五十,都未能为国家绽除拆党 孙权的心,时时都自己怨恨自己啊,今天成蒙国太招了做女婿 那是我平生的祭遇,对吧?我向天问卦,如果能够破槽兴罕 孙权就斩斩了,果然斩斩了,孙权想了,莫非刘比他说大话欺骗我? 孙权也问出一把劍来对刘比说,等我也向天问卦才行 如果能破得曹策,也斩斩这块石 孙权的口是这么说的,之心就暗暗讨过话了 如果我再拿到荆州,兴旺东吾,就斩开石头两边 孙权手起劍落,一块大石翼斩开了 各位,到现在,这块有十字文的恨石还在 还有《思维晶》,《宝剑落时山石断,金环响处火光生》 《两朝王气佳天素,从此乾坤,顶足成》 各位,这句我又插一句,《金路字》 确是有这句字的,就是在江苏省镇江市北湖山上 这些字经历过这么多朝代,又毁坏过很多次 又重建过很多次的了 那些古迹,现在还在不在书呢? 我还没去过就不知道,有哪位去过的就不乱说一下 今天刘比和孙权扔下把劍 大家拖着手重新入席,又喝了几盏酒 孙权和刘比打过眼色 刘比会议,就向孙权告辞说 我不升酒力,再不喝得了 告辞了 于是孙权就送刘比出到寺门外面 两个人一趴站住,欣赏一下江山美景 刘比很高兴地说 这儿真是天下第一江山 到现在金路只有一个碑 上面还刻着天下第一江山的字句 当他们两个人欣赏景致的时候 江风浩荡,白浪涂天 只见在波图之上有一只小船在江面上行驶 就好像在平地行路一样 刘比就感叹一声说 啊,南方人驶船,北方人骑马 真是没错的 孙权听他这么说 心就想了 刘比这样说 这个方法 就是笑我不骑惯马 于是他就叫随从牵着马过来 啪声,飞身上马 啪啪声跑了下山 接着又加两边跑回上岭 笑着对刘比说 哈哈哈哈,南方人不骑马吗? 哈哈哈哈 刘比听了 没有出声 他拿起脖子,跳上马背,飞跑下山 接着又飞跑回上岭 两个人在山坡之上 用力马站定 拿着马边,飞一下飞一下 放声大笑 到现在 这个山坡就叫做驻马坡 当日 两个人就一下子骑马回城 南徐城的老百姓看到 人人都高兴 高兴什么呢? 无他 孙权和刘比如果联合起来 那么东南这一边的地方 总会太平一些 日子就好过了 那么刘比回到宾馆 就跟孙权商量 孙权说 主公 你去求乔国佬 叫他帮你说说 早日元婚 免生变故 刘比听他说 那天就再次去求见乔国佬 国佬请他进去 走过礼,喝过茶 刘比就求他说 东吴有很多人都是想害我 我恐怕在这里住不久 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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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欢心 我告诉你 国太 请他来维护你 那就多谢国佬了 刘比拜拜谢国佬就回宾馆 果然 然后请刘比搬进去府里的书房暂住 宅吉成婚 刘比搬进去住之后 又自己去见国太 他说 小婶虽然进来住 只怕趙云他们在外面不方便 军事就没人约束 吴国太说都搬进来 不要住在宾馆 免生是非 就是这样 就妥当了 过了几天 大排燕直 孙夫人和刘比结婚 喝这餐喜酒 一定是高兴热闹到极定 到晚上 眼头黑 那些宾客散了 两行红灯 接引刘比这个新郎哥入洞房 一进去新房 在灯光之下 只见摆满刀枪 所有的婢女 个个都配剑挂刀的 站在两边 当堂嚇到刘比魂不附体 哎呀 怎样洞房发的 管家婆看到刘比方成这样 就安慰她说 贵人不用怕的 夫人自小就喜欢练习武功 平常 时时都叫屁女激劍来玩客 所以 才到处是刀枪 不用怕的 哎呀 这些都不应该是夫人学的东西了 我见到都觉得心寒 叫人拿开她先 哦 那好呢 等我去跟夫人说 管家婆就去稳告孙夫人说 启品夫人 房间里面摆满这么多兵器 贵人见到啊 心好不安乐哦 好不好拿走那些兵器啊 孙夫人笑了 打仗打了整半世人咯 咯 咯还怕兵器的咯 那又拿走那些兵器呢 呃 那些婢女的配剑 都解低了她 那刘比就心安了 当晚 刘比和孙夫人洞房花竹 感情是非常融洽 这些就不在话下了 刘比是很会做的 她是拿些金银财物出来 打伤那些婢女 日欲售卖人心 又吩咐孙乾回去荆州报喜 結婚之后一年几日 都摆走庆贺 吴国太太对刘比是自然敬爱的 总之刘比新婚的阶段 和上上下下都相处得极好 但是孙权就威气了 她派人去柴桑棍 说给周渔听 说我母亲是极力主张 已经把我妹妹嫁给刘元德 想不到这次弄得弄假成真 问周渔这件事究竟要怎么搞才好 周渔得到这个消息大惹的惊 她真的走又不是站又不是 周身不安乐 顺便她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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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又快甚至有一些信 她帮她用ιοann Sale 且送一封信 提通以来人才呐去给孙权 封信的內容就是,這次的事既然弄假成真,就索性張計就計,劉備是個僑雄,既有關張趙雲這些勇將輔助他,又有諸葛亮幫他出謀劃策,必定不會狗居人下的 我的意見,最好就是將劉備怨困在東吳,為他建些富麗堂皇的住宅,送多些美女金銀珠寶給他,消磨他的紅心壯枝,同時又疏遠他和關張諸葛的感情,然後出兵去打他就大肆成功了 如果現在被他走了,最怕就好像交龍得到魂羽,終究都會飛上天的,請主公你考慮吧 孫權看了周如風密信,就交給張超看,張超看過就說了 公緊的計謀,很合我的意思,劉備此人出身寒微低下,這半世人到處奔波,都未曾享受過富貴 現在,如果將華堂大廈美女珍寶送給他享受,那他自必然會疏遠孔明,關張等人 等到他們之間互相埋怨,那京州就容易拿到手了,請主公你盡快按照公緊的計謀做吧 好,就這樣說吧,孫權同意了,立即下令將東府修理佈置好,種了很多奇花而草 拜滿各種各樣華麗的陳設,請劉備和孫夫人搬進去住 同時,又增添了十幾個歌舞的美女,又送了大量的金珠寶貝,種種好玩好看的禮物 吳國太,以為是孫權的好意,就歡喜得不得了 劉備確實是一輩子都未享過福,今天居然過著這些聖過神仙的生活 哎呀,整個人都入了米,一點都不想回荆州了 好了,現在說一下趙雲,他是和那五百名兵士在東府前面住 中日都無事,得閒到幾,所以天天都是去城外跑馬射箭玩玩 過了一天又一天,眼看著就到年尾,趙雲想起 孫明交了三個錦囊給我,叫我一到南徐就開第一個 住到年尾就開第二個,臨到危急沒路走的時候,就開第三個 說裏面有神出鬼沒的繼某,可以補主公回荆州的錦囊 對了,現在已經是年晚了,這一陣子主公是貪戀女色,想見他一面都很難 我何不拆開第二個錦囊,看看有什麽好事,讓我照著做也好 於是趙雲拆開第二個錦囊一看,哦,原來這條妙計是這樣的,行 趙雲馬上去到東府,說有非常緊急的事情要見劉備 劉備叫他進去問一下是什麽事,趙雲弄成很害怕的報告 劉備說,主公啊,你整天就住一間大屋來,不想去荆州了 劉備說,子龍,有什麽事搞得你這麽害怕的,慢慢說,慢慢說 主公啊,今早早,恐明派人來報告,說曹操要報赤壁大戰之恨 點起了五十萬精兵,殺離荆州,現在情形十分危急,請主公你馬上回去啊 哎呀,這樣啊,這樣就必須要跟夫人商量才行啊 主公,如果跟夫人商量的話,夫人必定不肯讓主公你回去的 不如不要說了,今晚就起庭,一遲就誤時了,主公 嗯,你先回去,我會做的了,主公你快點決定吧 趙雲故意催促了幾次,然後才走,劉備進去見孫夫人 他一時都不知怎麽開口好啊,心就說啊,哈哈,流起眼淚上來 孫夫人是奇怪啦,夫君,什麽事這麽煩惱啊 唉,夫人啊,想我留給孤孤單單,一個人飄蕩而香 在生前,不能夠侍奉父母相親,又不能夠祭祀祖宗 真是大逆不孝了,今天已經快過年了,所以我的心就憂鬱起來了 你不用瞞我了,我知道了,先頭趙子龍來稟布,說荊州危急 夫君你想回去就真,是不是呢? 留給啤聲下跪下說,夫人既然已經知道了,我就不敢再隱瞞了 確實是荊州很危險,我想說不回去,聽說萬一荊州失了,我就肯被天下之人恥笑 想說回去吧,我又不捨得離開夫人你,所以我的心就毫無憂鬱 夫君,你快點起來,你起來,我已經嫁給夫君你了 那夫君你去哪裏都好,我都應該跟上去的 夫君你去哪裏都好,夫君你去哪裏都好,夫人你這個心雖然是這樣的 不過郭太太和吳侯又怎麽肯放夫人你去呢? 夫人,你如果是可憐我留給,就讓我回去看看吧 啊,說完,說完,留給淚如雨下 夫君,你不用那麼傷心的,等我去苦苦地求母親,她必定肯讓我跟上你一起去的 不過,縱使郭太太肯了,吳侯都會爛了的 啊,那又是呀,怎麽好呢? 啊,有了有了,正月初一,我們去賀年的時候 紮家依說要去江邊拜祖先,然後我們就靜靜地走人,不告而去 那好嗎? 啊,歡喜到劉備又是啪聲下跪下拜謝孫夫人 她說,只有夫人願意這樣做,我真是生死難忘啊 這件事千萬不要洩露出去啊 那兩夫妻就商量妥當了 劉備跟著叫趙雲黎說她聽 正月初一,你先帶著兵士出城先,在官方等我們 到時,我紮家依說要去江邊拜祖先,就和夫人一齊偷偷走 是,謹遵主公之命 趙雲接受了劉備的命令,就出去報誌了 為了? 修欖千萬不要洩露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